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同时外交部长王毅也变脸了 从战狼变成和平哥了 他发表了一个呼吁中美关系和缓的讲话 那么这两个消息说明了什么 是中共要让中美关系回暖还是在涛光养晦 那么如果是涛光养晦的话 他准备涛光养晦多久呢 是三年 三十年还是很短的时间 如今对华人来说 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 已经是一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偏好 因为有人是批评共产党的 或者说是反共的 有人是亲共的 那么也关系到很多中产和富人家庭 未来家庭的规划 但是呢 如今要判断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 却越来越难了 那不仅仅是因为 中美中两国每天都会发生 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 那么很多人从短短的新闻报道当中 不见得能找出其中最重要的关键信息 那么很多人呢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 每天去搜索最新的新闻报道 这是一方面 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是对中美关系会来走向 是有不同偏好的 就是有的社会群体是倾向于 这个希望这个中美能够 面对一场大的对决 有的希望说中美关系要保持良好 那么一个更复杂的因素是呢 就在美国总统大选前 民主党那种打倒川普的 这个意图非常明显 那么他们又采取越来越极端的 和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举动 那么使得偏向于不同政党的华人 分歧也越来越明显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我想我是要尽量从一种 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分析 当前的中美关系演变 为大家提供的可以参考的判断 那么我所讲的客观呢 首先是所用的信息呢 要有已经公开发表的新闻 或者新闻评论作为依据 不采用道听途说 再一个呢 其次就是对信息的选用啊 要同时参考美国和中共 两方面的资讯来源 彼此对照 最后呢就是分析判断 这些资讯的时候 我不用情绪性的立场 而是冷静的 用逻辑上站得住脚的方法 做出一些推论 那么至于这些推论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何看待 就请大家自己来判断 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从蓬佩奥最近的 对欧洲的访问讲起 蓬佩奥上个星期呢 访问了中欧国家 他在捷克做演讲的时候提到 中美之间现在发生的 不是冷战2.0 那么这个信息 对我们认识今后的美中关系 其实很有启发性 但同时也可能产生困惑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 今天我们就从蓬佩奥 这个捷克讲话谈起 今天我准备讲六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 美国在欧洲寻找应对中共的盟友 第二个话题是 蓬佩奥说中美不是冷战2.0 如何解读 第三 中共宣布不开第一枪 那是冷战结束了 还是冷战的常态 第四个话题 中共苦撑待变三个月 第五个话题 中共准备把自己的命运 交给美国人民 第六个话题 北京果能如愿吗 这今天的六个话题当中 五个除了第一个以外 后面五个话题都是问号 就是一种开放式的讨论 那么希望我们的讨论能够让大家得出一些自己能够认为比较满意的结论 好下面我来讲今天第一个话题 美国在欧洲寻找应对中国的盟友 蓬佩奥是8月12号访问捷克共和国 捷克地处于欧洲的中部 远离亚洲 所以中共不会对他有军事威胁 那么为什么蓬佩奥要在捷克会谈的时候 在捷克和捷克的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会谈的时候 他要谈美国的对华政策呢 实际上捷克共和国是蓬佩奥这次中欧之行的第一站 他还要访问斯罗文尼亚 奥地利和波兰 他这次访问中欧看起来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要在中欧国家里比较不那么偏左的政府直接交流 而交流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应对中共 那么在这里呢 我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蓬佩奥访问这几个国家的背景 因为中和中美关系有关的 所以说蓬佩奥这次访问中欧的国家 是欧洲国家里不那么偏左的国家 其实也是欧盟内部对这几个国家的评价 在欧盟内部涉及对外关系 存在了三个大的争议 那么第一个争议是是否要对中东的难民开放边境 那么在这方面呢 德国是最激进的 主张开放边境拥抱难民 让难民去任何想到德国去享受社会福利的这些移民都可以享受到 那么西欧的国家呢 多数是在难民开放边境的问题上 采取和德国比较接近的立场 但是中欧国家主要包括捷克 波兰 匈牙利 奥地利 或者持反对态度 或者持比较保留的态度 你像奥地利的做法很简单 干脆它封锁边境 波兰态度是你德国非要让我们欧盟成员国分摊德国接受的难民 那好吧 我们国家可以接受 但总名额是每年五个人 这和不接受是一样的 这是在取笑德国 那么欧盟国家当中对这个俄国的关系 是靠近俄国还是警惕俄国 也是有很大分歧的 德国是不断和俄国发展经济关系 希望通过密切的经济网癌 减轻俄国对德国的危险 自己也可以趁机减少军费开支 但是德国为了获得国家安全方面的保障 同时也要求美国纳税人多出钱 派较多的美军住在德国 让德国既能获得安全保障 又可以少花军费 还可以从德国捞到更多经济上的好处 那么西欧国家基本上是默认德国的做法的 川普最近是打破了德国这种企图心 就是说德国你自己要勾到俄国 美国不会为你买单 所以美国决定从德国撤走一部分 为了保护德国免受俄国威胁的军队 把它撤到波澜去 保护波澜 那这德国因此就非常恼火 那么现在很多德国人也十分恨美国 似乎美国比德国还可恶 但是呢中欧国家基本上都对俄国保持高度警惕 不单是因为中欧国家比西欧国家更靠近俄国 他们这个所处的地理位置 也因为这几个国家历史上都和苏联是有血仇的 首先是波兰和苏联有血仇 那是亡国之恨 我们都知道二战的爆发是发生在波兰 1939年好像9月1号 纳粹德国和苏联联手 东西夹击把波兰灭国了 那么最卑鄙的就是呢 数万波兰军队无处可逃 向逃往东方向苏军投降 结果其中上万名波兰军官 被俄罗斯杀害在乌克兰的卡金森林地区 后来是德国进攻苏联的途中 发现了埋葬地 那么苏联呢就诬陷说是德国干的 一直到后来苏联解体以后 叶利钦接手了克里布林公保存的最绝密的文件 其中就包括当年斯大林下令 消灭波兰军事精英的命令和相关文件 就是说后来被称为卡廷森林案件 这个事情 这个叶利钦是把这些文件转交给了波兰 等于认了错 但是现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最近纪念二战65周年的讲话里头 还是不肯提这个罪行 当然更谈不上道歉 那么除了波兰有血仇以外 捷克匈牙利也都在共产党统治期间 发生过反共旗 遭到了苏联军队的镇压 所以因为这些血仇 中欧的原来的共产党国家 能够完成清算共产党价值观的社会转型 这是我在明镜电视的 中国的陷阱与困境系列节目里都讲过的 但是其他的共产党国家 包括苏联 俄罗斯本身都做不到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俄罗斯民主化之后回归威权主义 而中欧国家转型成功 那么欧盟国家在第三个大问题上的分歧 就是对中国采取什么态度 虽然中欧国家不一定对中共公开表示敌意 但是他们对红色政权保持高度警惕的 也因此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变比较认同 那么与此相反的是德国 德国在意识形态上 仍然对马克思主义保留好感 那么当年的毛派恐怖主义小集团叫红军派 后来变身成了德国现在的绿党 今天德国的绿党的领导层里头 不少核心成员当年就是红军派的骨干 我就在柏林的时候 就是大概是2006年 2004年我见过德国红军派的一个骨干 他给我讲过这些情况 就是当时德国的绿党 很多人现在都已经从当年的造反派恐怖主义 分子变成了现在议会党团成员了 所以德国对马克思主义各种新旧版本 对民主国家的威胁从来是嗤之以鼻 因为他自己就喜欢马克思主义 也因此对红色大国威胁民主大国美国这件事 德国从来不以为意 认为是川普惹的祸 那么另一方面德国觉得继续从中国市场赚钱 是德国对华政策的优先考虑 所以他不愿意得罪中共 相反他希望在美国和中共之间踩悄悄板 想两边都捞点好处 但是中欧国家相对来说比较认同 美国川普当局的立场 那么在这里我需要再提下北约 北约是作为一个美国领军的应付美苏冷战的一个国防安全组织 那么在苏联民主化之后呢 本来已经不那么重要 九十年代中期呢 苏联就俄罗斯已经停止了扩军备战 也放弃了和美国的军事对垒 当时连他的核潜艇都停在基地里废弃了生锈 我1995年在这个圣彼得堡做我调查 当时这个我们就跑到波罗的海舰队的核潜艇基地去参观 我还跑到一核潜艇边上拍了张照 核潜艇是当时冷战时期苏联的最核心最机密的这个打击美国的所谓二次核打击力量 你是很难想象他可以对外国人开放 对旅游者开放 但事实上当时我就真跑到码头上去了 那码头没人管了 原因是叶利庆时代俄罗斯不搞冷战 所以他觉得核潜艇是废的 但是从普京开始上台以后 俄国又开始走向和美国的军事上一种湿度的对垒这么一条道路 所以俄罗斯的扩军备战的步伐有所加快 那么接下来就是不久前 几年前俄罗斯鼓励乌克兰内部分裂 支持乌克兰内战叛乱 然后夺取乌克兰领土 特别是克里米亚半岛 还有那个Donetsk内带的地区 所以等于把乌克兰的领土割走了一部分 但是以德国这个欧盟最大的国家为代表 西欧国家对防范俄国这个国家安全问题 经常是被德国带节奏 虽然在口头上北约秘书长 必须要保持和美国一定的协调性 否则美国就不再承担欧洲的国防安全保障 那么欧洲如果美国不承担欧洲的国防安全保障 俄国对俄罗斯来说就成了一个不设防地区了 但是实际上在实际行动上 欧盟大部分成员国都尽量加压低军费 省出钱来发福利 那美国呢就不得不让美国纳税人 为欧洲国家的为欧盟国家的国防买单 这就是奥巴马执政八年的政策 那么川普上任以后呢 试图维护美国纳税人的利益 要求北约各国增加军费开支 维持起码的国防水准 这就遭到了以德国为首的一批国家的抵制 这样的话 美苏冷战时期 美国和西欧国家团结一致 对付苏联这个局面 一去不复返 欧洲部分的国家呢 是以德国为代表 开始和美国离心离德了 那么当中美冷战点燃了以后 美国是希望在北半球寻找盟友 共同应对中共的挑战 这时候发现说 昔日的那个美苏冷战时 美国的盟友不见了 或者说是当年欧美民主国家 团结起来对付苏联 这个红色大国的可能性也不存在 我也可以说呢 是美国在中美冷战当中 似乎有点孤立 这就是彭P2访问中欧国家的原因 那么中美冷战发生以后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 还叫中美苏当代三国演义 这标题是不是过时了 那么今天的俄国 会不会和中共结盟 共同对付美国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需要先把中美冷战的 相关方面各讲完了以后 才会腾出手来分析 中美冷战时期 中美俄这个三角关系 将来会怎么样 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关系到中美冷战的 进程和未来的结局 那么最后谁失到寡住 谁得到多住 不过可能在最近的几个月里 我们可能顾不上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中美之间 每个星期发生的新的事件 都足以让我们演化一聊乱了 下面我来讲一下这个第二个话题 蓬佩奥说中美不是冷战2.0 这事该怎么解读 9月12号 8月12号 蓬佩奥在捷克议会发表演讲 这不是一个全面选讲 美国对华政策的场所 捷克议会我刚才提到了 远离中国 美国对华政策 为什么对捷克很重要呢 其实蓬佩奥在捷克议会 只是点到这个话题 但是他的讲话 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美国对中美冷战 有了很深刻的认识 而且感到相当棘手 那么当时蓬佩奥 在和德国共和国总理 不是说错了 与捷克共和国总理 巴比斯会谈以后 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蓬佩奥在记者会上介绍说 他与捷克领导人 讨论了中共和俄罗斯 构成的挑战 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蓬佩奥说 他认为与冷战时期相比 北京的全球经济影响力 在一定程度上 使中共带来的威胁 超过了当年的苏共 那么中共利用中国的经济实力 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力 中共构成的威胁 比俄罗斯还要严重 然后蓬佩奥就到 捷克的参议院发表演讲 他在演讲中说 俄罗斯继续试图通过 虚假信息活动和网络袭击 来破坏你们的民主 你们的安全 甚至试图改写你们的历史 我们都看到了这点 今天一个更大的威胁 是中共及其胁迫和控制活动 所构成的威胁 仅在你们国家 我们看到了 针对你们的政界人士 和你们的安全部队的影响活动 我们看到了你们通过自己的创新和创造 所产生的产业数据被盗窃 我们也看到了使用经济杠杆力 来扼杀自由本身 所以蓬佩奥当时呼吁 在讲话中呼吁 要欧洲各国要团结起来反对中共 因为对付中共比冷战时期的苏联 要更为困难 他当时是这么说的 他说现在发生的不是冷战2.0 抵抗中国威胁的挑战 从某些方面来说更为困难 这是因为中共已经以苏联 从未有过的方式 与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社会 交织在一起了 蓬佩奥说中美关系 不是冷战2.0版 究竟什么意思 怎么来理解它 那么从字面上理解 可以有三种理解 第一种就是中美之间 根本没发生过冷战 双边关系好得很 那么第二种是逻辑上是 就是三种逻辑上可能的结果解释 第一种是中美根本没发生冷战 关系一如既往 第二种就是中美关系 就算发生了一些问题 但没有进入冷战式的全面对抗 只要把握得到还可以恢复原状 那么第三种就是中美之间 已经其实已经进入冷战状态了 但是中美冷战和美苏冷战完全不同 那不同之处就在于中美冷战比美苏冷战还危险 那么究竟这三种理解 三种逻辑上的可能 我们比较可以采取哪一种 比较容易接受哪一种 应该接受哪一种呢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哪一种这三种逻辑上的可能解读 哪一种更接近真实状况 那么首先第一种说这个中美关系 没有发生冷战 关系好得很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那么就算美国的拥抱熊猫派 最近一直希望把两国关系 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双边关系正在恶化 他们中间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说 美中两国现在的双边关系 好到和历史上的蜜月期一样 所以呢 第一种逻辑上的可能解释 应当完全排除掉 那么剩下来就是第二种解释 和第三种 第二种解释前提是呢 就是中美关系既是发生了一些问题 但是并没有进入冷战式的 全面对抗状态 所以还有挽救了希望 这就是美国的拥抱熊猫派 此时此刻的立场 那么拥抱熊猫派 强调这个立场是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们只谈 两国外交上的历史渊源 和两国经济上的合作历史 但是他们通常不涉及 两国之间正在发 此时此刻还在发生的 军事对抗和谍报对抗 那么往好处讲呢 他们或许是完全不懂 军事对抗和谍报对抗 往坏处讲呢 他们其实是在故意装糊涂 假装军事对抗和谍报对抗 从来没发生过 那么其实啊 这个判断一个红色大国和美国 是不是进入冷战状态 说就是拥抱熊猫派 有个说法 中美两国历史渊源 很深 这个历史上的 这个友好关系蜜月 不应该就轻易的抛弃 这个说法呢 其实毫无说服力的 为什么呢 我们拿美苏冷战来做例子 美苏冷战爆发之前 我们在以前节目里讲过 美苏两国当时的历史渊源 比中共和美国的历史渊源深得多啊 我们以前节目里提到 苏联的工业化和军工工业的建成 主要是靠美国的技术援助建起来的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 二战期间 美国是和苏联携手联合起来 对付纳粹德国 所以美国为苏联提供了 关键性的军事援助 还有技术援助 再加上经济援助 那么当时斯大林度承认 美国的援助对苏联打进柏林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就是这样深厚的历史渊源 苏联照样对美国发起了冷战 变成了威胁美国的红色老虎 虽然苏联这只老虎 还真是美国给喂养大的 但是它后来照样咬了养它的手 那么可以说是恶魔的本性不改 那么中共和美国的历史渊源 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拥抱熊魔派只讲1971年以后 它不讲1971年之前 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也提到过 别了斯图雷登 那老毛写了文章 这是1949年中共即将渡江 渡过长江占领南京的时候 美国大使斯图雷登在南京等着中共 准备和中共握手 然后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老毛选择了投入斯大林的怀抱 把斯图雷登给挖走了 随后一年多以后 中共和美军 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 在朝鲜战场打了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争 所以朝鲜战争 既是美国在二战之后 和红色大国打过的唯一的一次战争 也是二战以后 美国打过的规模最大的地面战争 那么60年代到70年代 中共要援助北越发动对南越的侵略 这个模式和北朝鲜侵略南韩是一模一样 那美国发现了南朝南越的政府军 没有办法阻挡阻挡北越军队的进攻 所以就不得不出兵越南 这样的话越南战争国际化了 成了美国和红色大国之间的 最大的一场代理人战争 所谓代理人就是打仗的双方 是北越和南越的军队 但背后就是美国和这个中共还有苏联 那么当时在地面战争上 与美军对垒的是北越军队 但是美国空军要是破坏北越军事运输线 切断它的后勤供应的时候 它作战的对象是谁呢 是中共 中共的高炮部队和苏联训练的 北越空军和地空导弹部队 所以从越南战争还有朝鲜战争 这两段中美对政的历史来表明 这个来分析看的话 中共到越南战争中期为止 就是到1969年1970年的为止 和美国从来是战场上的敌人 没有任何一个好关系 只有敌对关系 所以如果说苏联和美国那么好的历史渊源 苏联照样翻脸不认对美国发动冷战 那么凭中共历史上和美国打次两次打仗的经历 它会比苏联更爱美国吗 舍不得对美国发动冷战吗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那美国和中国和中共和美国和好 这个历史渊源其实不是那么光彩的 那是在苏联核攻击即将临头的最危险时刻 中当海和北京城可能成化为核废墟的时候 美国出手相助 以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威胁苏联 才制止了苏联用核打击 消灭中共的计划 救了中共 那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呢 并不是此前中美之间有什么深厚的友谊 一点友谊都没有 事实上中共当时和美国之间只有血海深仇 这还真不假 那美国救中共呢 是为了利用中共施压苏共 减轻美国对苏冷战当中自己的压力 所以美中苏三国演义从那时候正式开演 一开始就充满了三方彼此的儿语我诈 所以什么友谊之类 大家都知道 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 那么拥抱熊猫派 你什么中美友谊之类的历史 其实都是一种说辞 当然拥抱熊猫派还有一种说辞 就是两国经济上的合作史 何则两立 这个有符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那么华尔街的一些金融经营为了赚中国生意的钱 也是这种看法 那么经济能不能成功 避免中美两国冷战的防火棉呢 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来分析 可能今天讲不完 讲到这里 我们前两个话题讲完了 我们休息几分钟 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有什么问题要问 希望大家问题集中在这个 今天我们先谈的这两话题上 其他的这个更开放性的问题呢 希望我们留到这个整个的今天这一集讲完之后 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 谢谢大家 第一位是HM手机 那个程教授啊 程先生 你好 那个就是说一边倒的原因是有人说 很多人都说是因为苏联有可能濒临城下 是否有这关系 就是因为如果中国跟 谁一边倒 你说老毛对苏联一边倒 刚开始的 如果当时假设说 没有 这是胡说八道 从来没这个事 他意思就是说 担心说濒临城下 说如果那时候 但是如果即使他跟 假设跟斯苏雷登太黄华 跟斯苏雷登建立联系的话 就是跟美国建立关系 那苏联会濒临城下吗 当时苏联行业也快有关系了 当时苏联就是1949年时候 美苏这个柏林围困刚刚开始 刚刚发生过 美苏还没有彻底的在军事上对抗 双方的关系还没那么危险 所以那个时候 如果美国 中共选择 这个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和美国更多的合作 所谓的中美真的友好下去 那么共产党这个阵营啊 就就归缩在苏联和东欧地区了 就不会延伸到亚洲来 当时并不存在苏联对中共有任何威胁 当然我在今后的节目里 我会花相当一段时间来谈 苏共是怎么控制老毛 就你们现在只从这个外部环境去理解了 其实不完全是 那如果说 苏共在 我告诉你 苏共在中共党内是有间谍的 而且在很高的层次上 是的 他对中共是严密的监视 当时苏共的克格勃 在老毛身边就派了人的 所以实际上苏共也是用了各种办法 把老毛捏在手心里头 但是根本上来讲 还是老毛自己愿意 如果一边倒的话 那台湾问题是不是就当时 如果倒到斯书雷登那侧的话 台湾问题就不存在了吧 基本上不存在了吧 那有可能美国会为了和中国大陆搞好关系 改变他的台湾政策 那就加入联合国也好 等等等等 中美建交 那可能蒋介石就被迫 早在1950年代就和美国断交了 那就整个亚洲的局面 完全是另外一幅棋了 那蒋和蒋的关系不就非常尴尬了 蒋和谁的关系 蒋和美国的 蒋的就非常尴尬 不管是对毛 如果说 当时斯图雷登达到目的了 中美中共和美国建交了 那么蒋介石就会被迫和美国断交 就像到后来 那断交台湾可能就是 你们可能并不许认台湾就回来了 差不多吧 如果是那样 而且当时老蒋 在台湾的时候 经济条件非常困难 好的 谢谢 不客气 下一位是A 请讲 Hello 喂 听得见 请讲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听得见 请讲 OK 好 陈博士 二位陈博士好 我想说一下 就我想请教你一下 就是中美这个脱钩的问题 这个脱钩 我感觉说你如果今天节目继续听下去的话 能不能拜托你 我们节目讨论完以后 我们一起来讨论脱钩 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刚开头没有多久 OK 你提这个问题好 Thank you 不 我就是说这个脱钩是非常可能的 就是即使说 即使美国方面 我知道 但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还在 还有其他人也有问题 OK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下一位崔尔处请讲 陈博士你好 你好 那个我想 有一些看法是这样 简单讲 那个俄罗斯他现在在对白俄 还有他是吃了乌克兰一块土地 然后又现在又要介入白俄 很明显他也是在扩张 然后他跟中共又是近邻 普京他是用一种自身事外的态度 但是就两者利 和中共的利益来说 他们还是何比分有利 你从国际关系的道理上讲是这样 我没把但是讲出来 我知道 我把问题讲完好了 就是说另外的话 伊朗跟中国又签了一个25年合作协议 那最近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 那个联合国否决了对伊朗武器禁运 那这个是不是这跟中国在欧洲 还有中亚寻求结盟 是不是能够把它圈在一起 美国的这个结盟过程会蛮艰苦的 现在完全谈不上 就是说蓬佩奥就是等于是做一些铺垫 我说的是中国结盟 中国啊 中国伊朗 因为那个什么1025年合作协议 联合国又否决 因为中国在联合国有否决权 他联合国否决了对伊朗的激进 联合国可能也活不了多久 因为这个组织现在已经被老共劫持了 所以被老共劫持组织 如果老共自己整个和世界民主国家为敌 恐怕最后民主国家要把它抛弃掉 所以联合国现在的历史已经很不光彩 你知道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在反对谁的人权吗 他现在谴责美国表扬中共 所以这样的组织确实是有是一个多余的机构 那么你前面讲到说 你前面讲到说这个是不是这个中共能够结盟 特别是和俄国 那我想说的话 据我对俄罗斯的了解 这个实际上俄罗斯有一个 中共也好俄罗斯也好 永远解决不掉的冲突的一个温床 就是他的远东地区的领土问题 刚才你提到说他在欧洲这边 对乌克兰入侵等等 现在中共通过经济合作和这个劳工移民 随时对俄罗斯构成领土威胁 远东地区现在的实际 俄罗斯的实际状况是说 他的人口的相当大部分已经迁移到 就自发的迁移到欧洲部分去了 所以远东地区空心化了 很多城市是没有人的 这种情况下当地剩下来的人要生存下去 就只能用中国劳工 所以给中国劳工大开其门 其结果是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中国人口的数量 虽然是这个暂时去的 不算正式移民 就在那里工作 被聘用过去 就像那个在台湾那个泰劳这样子 但是俄罗斯特别是莫斯科的精英 始终有很强很强的担忧 因为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是没有救的 早晚一天当地人口华人为主 那么对俄罗斯来讲 他们还有历史的冲突 还不光是历史冲突 那个会把俄罗斯掐死的 因为俄罗斯的石油 是他现在的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命脉 不卖军 就一个卖军火 一个就是石油 石油全部在远东和西伯利亚 东西伯利亚 也就是说如果那个地区丢掉了 俄罗斯就亡国了 要垮 所以对他们来讲 永远不会和中共真正结盟 是 OK 中共俄罗斯怕他还怕不来 怕不过来 是 OK 好好 非常感谢 不客气 谢谢 好 还有一位小小请讲 小农博士你好 你好请讲 实际上刚才说到司徒雷登就是在共产党军队南下之前 就是到他是到广州还是到什么 反正是那个那个毛泽东发表那个 先到广州 然后再到 就是司徒雷登还留在上海对吧 留在南京 我们当时国民政府原来在南京 他在等着建交 等着那个建交 最后毛泽东很无情的发表了那一个社论叫司徒雷登 别了司徒雷登对吧 然后当时如果他这个是为了表示跟苏联就是导向苏联嘛 其实他如果导向苏联呢美国也很无奈的 但是呢他爆发了朝鲜战争以后呢彻底的就是让美国就就开始就封锁中国 而且这个台湾当时的那个第一岛链的那个那个战略位置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在这个之前 我想请教就是 在美国准备放弃台湾的时候 那最后如果解放军要渡海的话 他也就拿个岛嘛 那国民党他也不会不管 因为他可能会让他到那个菲律宾流亡政府 有这个说法吗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爱奇森是1949年1950年初美国的国务卿 他曾经有过一个美国的远东政策的一个讲话 其中是这么讲的 就是说我这个是没有我现在没有查原始文件 我记得他的大致意是说 当时没有这个第一岛链的说法 对对对 他是说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不包括台湾 他没有说放弃台湾 他说是不包括 不包括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共军要攻打台湾的话 对就美国不会为了保卫台湾出兵 对对 这是当时 是因为朝鲜战争的问题 对 对朝鲜战争是让台湾活生存下来了 就是等于毛主席他毛泽东他发动那个 就是初朝鲜作战等于是反而为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 还留了一个血脉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这个话有点拐弯 你再讲一遍好不好 我没完全听懂 因为毛泽东就是出兵朝鲜后 我明白 就美国就彻底就封锁中国大陆 就等于就不跟中国政府新的这个政权就不承认他了 然后他就要保护台湾 这样在某个意义上来说 因为这样就他就永远失去了解放台湾的这个最佳的时机 如果以前没反正美国本来就没有想着要要管 那如果你这么一弄美国一管起来 他其实基本上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那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也是好多人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说由于他出兵朝鲜 反而为在台湾留下了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血脉 因为中华大地以后 你这个说法确实是从中国大陆的角度出发的 那我想我们听众观众朋友当中也有台湾来观众 我想他们可能会有不同解读 我的理解是说他们不见得是从这角度来理解的 因为对台湾人而言 他们没有义务要为中华的文明的 什么包括大陆在内要承担多少多少 对于蒋介质政府来说是了 对于大汉文化的人来说 并不是台湾很多人的主张 那么现在看起来台湾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 那么客观说就是当年老毛为了讨好斯大林 等于是给斯大林送一张投名状 所以就帮着苏联在朝鲜打了一场仗 这仗把中共的这个49年打国民党之后 积累起来的精锐部队基本上打光了 那么打光的结果也是中共的国际关系也打光 就中共成了世界公敌了 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真的达到目的了 也是收纳了老毛 意思就是你反正也活不下去了 离开我你就活不好 那么老毛发现也只能如此 所以老毛后来讲过一句话大概七十六十年代的时候 他说看来朝鲜战争不是非打不可 因为最后他和苏联翻脸了以后 当然了他这个投兵状是白投了 等于自己卖身最后把自己又投靠了苏联 又和苏联翻脸苏联又到过头来要把他灭掉 而且他的梦想解放台湾再也没有实现 对我觉得其实老毛的梦想比解放台湾要大很多 但是有一个就是还是刚才那个话题延伸过来 你说台湾人他不觉得是保留中华文化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毛泽东他不出兵朝鲜 没有发生后面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那台湾还有吗 我觉得台湾人最庆幸的就是 他们没有被老共占掉 这是台湾人最大的定年 应该感谢感谢 应该是感谢感谢 他要感谢美国了 当然最终是美国了 那你想想蒋介石要不逃过去 如果找到被灭的话 那下一个灭的也是他呀 那是对吧 好先这样 谢谢你啊 不耽误了 拜拜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我们第三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 中共宣布不开第一枪 是冷战结束还是冷战常态 那香港的南华早报 8月11号有这么一篇报道 他说北京上个星期对美国释放善意 表示说绝不首先开枪 而且已经向解放军下令 那南华早报呢 是这样报道的 他说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认为目前的南海局势非常危险 北京已告诉军队不要开第一枪 并已向美国军方发出 绝不首先开枪的善意姿态 那么知情人士透露呢 北京在寻求与美国在南海的紧张关系 要缓和下来 比中国已经告诉军方服役人员 不要开第一枪 据披露 北京不希望给美国鹰派 进一步升级事态的机会 北京方面已经下令 飞行员和海军官兵 在与美国军舰和美国飞机日益 平凡的对峙中保持克制 尽管北京在南海问题上 表面措辞严厉 将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称为纸老虎 但是这是南华早报的说法 消息人士称 解放军对中美两军爆发意外冲突 保持警惕 一位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 北京方面已经通过各种渠道 与美国沟通 称其已向美国军方发出 绝不首先开枪的善意姿态 以保持局势在控制之下 这位消息人士说 下令开枪很容易 但中国和美国都无法控制后果 目前的局势非常紧张 也非常危险 他表示 与2001年中美在海南附近发生撞击事件是相比 现在的解放军是一支不同的军事力量 他说 如今解放军已经制定了许多对策 如果这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美国人将无法完好无损地返回 但是我们非常清楚 只有在其他手段都失败后 我们才会输足武力 那么这种态度啊 对中美冷战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冷战结束了还是冷战开始了 那我的看法呢 是后者 就是冷战开始了 那下面我来举个比喻 看看什么叫冷战 什么叫做不开第一枪 就是这是个很简单的比喻 你把冷战看作是敌对双方 弹上膛在手互相瞄准 那么这时候其中一方对另一方说 我向你保证我现在不开第一枪 但是不开第一枪 并不是把自己枪砸了 砸坏了 从此不对抗了 不是啊 所谓不开枪不过是说 我子弹不退堂 枪口这样瞄准你 我只是不扣扳机罢了 这意味着什么 双方仍然互相瞄准 弹上膛在手 只是我告诉你说 我暂时不开第一枪 这就是冷战 所以宣布不开第一枪 等于是宣布说 双方的冷战对峙 已经进入常态了 所以不开第一枪 相当于宣布冷战 其实正式开始了 所以你可以讲 中共宣布了 或者说承认冷战正式开始 就是这个不开第一枪的承诺 表明了这一点 那么冷战的对立面是什么 是冷战结束吗 其实不是 因为冷战状态下 除非是有一方扛不住了 它就是冷战只有一种结果 就是有一方扛不住了 自己撤下去 否则冷战状态下 双方只要把枪举起来以后 就永远是互相举枪瞄准 那种局面之下 冷战不会自己终结 所以冷战的对立面不是冷战的结束 而是热战 也就是说如果双方在冷战中有一方先开第一枪 冷战立刻变成热战 也就是说冷战是军备对抗 热战是作战的对抗 就是战争 那么讲到不开第一枪呢 美国是从来不对冷战中的敌对国家开第一枪 从来没有过 哪怕太平洋战争 美国知道日本可能要攻击美国 当时在美国判断错了攻击方向 以为日军可能先打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 没想到他敢来打珍珠港 那么在美苏冷战当中 冷战美苏冷战40年 双方都信守了不开第一枪的承诺 所以美苏冷战是冷战40年 互相瞄准40年 也不扣扳机40年 但是就在40年当中 还是不断发生过手指头摸扳机的时刻 比方我们以前讲过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次 还有1969年美国警告苏联不许用 对北京发动核攻击又是一次 所以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 不开第一枪就是冷战的常态 那么对中共来讲 就是中美冷战的新常态 那么因为中美冷战刚刚发生 所以中共以前是没有美苏冷战的 这些经验的 事到临头才知道 不开第一枪原来是维持冷战 不转变成战争的唯一手段 但是呢 玩美苏冷战40年的美国精通辞到 他深知 不开第一枪的承诺是不是值钱呢 得看是谁说的 苏联承诺美国信了 后来也证明说话是算数的 苏联是可以信任的 那么对中共而言 彭佩奥上个月在尼克森图书馆 关于中美关系大逆转的 这个演讲都说得很清楚 就是他对中共现在不能信其言 而要观其行 这是美国的教训 美国是和中共在过去20多年当中 打交道的经历中 终于到现在学会了这一点了 就是说对中共来讲 背信弃义是家常犯 比方讲 加入世贸组织之前 中共承诺说 很快会按照世贸组织要求 改变体制等等等等 满足世贸提出的各种前提要求 那么事实上与此同时 朱镕基在国内有一个讲话 我当时就看到了讲话的版本 在互联网上当时有 朱镕基讲得很明白 我们那就骗骗美国人 我们什么时候会让步啊 我们根本不让步 就美国人比较傻被我们骗了吧 这朱镕基当时说的 所以这个当时中国的谈判外交的龙永图 在谈判这个世贸组织的龙永图等等 是负责戴白手套的 穿着西装 但是背后的朱镕基 其实心里想得很明白 那个蒙蒙美国人 中国人没有讲话守承诺的 这个就中共没有这个语言 传统 从来就不守承诺 那么同样还可以举个例子 南海造岛 习近平是在这个川普的这个 马拉雅庄园 在佛罗里达那个庄园 两人会谈说习近平当面做了保证的 川普后来讲 这个讲话中提到 习近平向他保证 南海造岛是民用目的 不会军事化的 最后证明怎么样 现在已经完成了 而且中共很得意的宣布 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了 打击你们美国的战略核潜艇的发射阵地 这话意思 你们又被骗了 被我耍了吧 还有中共对美国大规模的谍爆战 也是这么回事 中共从来没承认过它发动过 那么疫情栽赃也仍然是这么回事 所以美国吃亏太多了 总得学会点什么 那么这一次我们讲了半天 中共承诺不算数 那么但是这次中共说是 这个不开枪 就管用 管不管用 是个完全的谎言呢 还是个欺敌之计 还是一个暂时有效的可信之言 或者说呢 这是长期性的一种战略性的退却 还是一个短期的战术性的退却 这就下面第四个话题要讲的上 在这个第四个话题里我要谈的是 中共苦称待变三个月 两个星期前的8月3号 我们在节目中谈到中南海 好像是在采取应对冷战的三步棋 第一步是对内强调触变不惊 要求民间共度时间 第二步是对美冷战 适当压调 等待转机 第三步 强化反美宣传 这三步棋呢 基本上代表了中共可能采取的政策方向 当然当时我说 还有在北戴河休养的期间 高层讨论之后 才能进一步确认 那中共高层 可能我们在上一次节目里也谈到 每个夏天都会在北戴河集体引申 通常是两周 那么今年北戴河引申期间 政治局委员当中有六个人没有去 北京的蔡奇 上海的李强 天津的李鸿忠 重庆的陈明尔 广东的李锡 新疆的陈全国 全都留在当地 你如果说新疆的陈全国 是要在新疆这个掌握镇压的那个态势 那上海没有什么大不了事 那这些人都没去 也就是说这些政治局委员没去 说明政治局没有在北戴河开会 没开会 北戴河又高层积极引申 那些高层就政治局常委和退休的大佬 在北戴河花了两周时间干嘛呢 当然了就是除了休息之外还有大事要反复讨论 什么样大事呢 自然就是中美关系 那么既然他们的讨论中美关系不需要政治局委员参加 就说明不需要这个既有中美关系做出正式的决议 而是呢政治局常委和退休大佬在那反复的议论是误须 看起来啊 中共高层还有那些退休大佬 在北戴河是在救中美关系的未来啊 在他可能的演变在做沙盘推演 毕竟啊这些大佬过去都经历过中美关系的命运了 所以对如何挽救中美关系呢 应该会有一些想法 那么从目前官媒透露的消息来看啊 他们似乎是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要及时刹车苦撑待变 下面呢我就介绍一篇中共官媒8月13号发表的一篇观点很明确的文章 标题是理性克制于隐忍 北京能否消解川普的最后的疯狂 下面就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新帖幕演说到美国海空力量 毕竟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 乃至美国卫生部长赴台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 面对川普总统 川普政府在美国大选前的灵力攻势 北京的反应相对平静 并没有给人以争锋相对式的激烈反击 而是试图通过理性和克制 甚至是隐忍来管控中美紧张的关系 这是很多观察家的直观感受 8月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新华社专访 针对蓬佩奥发表的新帖幕演说正式回应 并就中国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做出表态 从王毅的专访内容来看几乎没有激烈措辞 保持最基本的理性和克制 从中也很难看到敌堆国家的硝烟味 这篇文章继续说 北京针对北国极限施压的应对 给人以愈发理性克制和从容有度 有一种应对自如的感觉 当然没有做出激烈的反应 这并非是北京的软弱或者做出妥协 某种程度是迎人 是应对策略上所做的调整 北京以更为柔软的姿态 打太起权的方式来化解川普政府 在美国大选前针对中国的攻势 这篇文章继续说 王毅的对美喊话是北京方面 就中美关系基本立场和态度 进行的全方位闪述 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时代 北京对华盛顿发出的告美国书 其意就是在明确底线和核心利益的前提下 避免对抗拒绝脱钩保持合作放弃零和通过对话 而非对抗性动作来处理中美关系 这是北京对美国抛出的橄榄枝 管控中美紧张的关系的意图明显 这篇文章还说 其次在当前美国政界反华情绪浓厚的背景下 北京自然不会进一步挑起时端 为川普再次冲击总统之位助攻 川普通过竞选广告 抨击代表民主党出战大选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 称他为北京拜登替中国站台 北京当局已有心理准备 而在11月美国大选总统之前更多的风暴 要面对11月大选之前 北京可能面临更多的风暴 但是在美国大选之前 北京必然会避免成为川普助选工具 北京对两国关系恢复到昔日美好时光已不再幻想 但新总统上台至少会提供一个重新设定两国关系的机会 大家注意个用词 新总统上台会提供一个重要重新设定两国关系机会 他讲的新总统不是川普是拜登 观察人士指出 在美国大选前的未来几个月 北京整体做法大概率会继续采用上述的方式 设法管理于美国的紧张关系 并只会在必要时进行有限度的报复 以应对川普政府的最后疯狂 他这个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川普还能蹦到三个月 以上就是中共官媒介绍的 中共对美丽关系的最新立场 我觉得已经不需要我再多做说明了 这篇文章对中共意图的解读十分明白 那就是中共虽然对美国对中共的各种反击措施要而切齿 但是还是决定要苦撑待变 那么关键是他准备苦撑多久 不是三年更不是三十年而是三个月 也就是说要苦撑到美国大选结果出来再做打算 那么苦撑待变就是在熬在等 那么中共在等什么呢 很明显中共现在决定了新的对美策略 就是以静制动等着川普背后有人开黑枪 中共在美国有一个盟友 这个盟友在有一点上和中共的目标完全一致 就是打倒川普 所以这个苦撑待变的决定还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中共相信对他而言 拜登肯定比川普容易硬 好我们再休息几分钟 看看我们观众朋友有什么问题 已经HM手机已经举手了 请讲 就是那如果就刚才您说的 我就接刚才您说 就是如果是三个月之后出现了情况 可能没有干涉没有成功 然后真相说的是越骂川普 川普反而民意又突出来 他又当选了 然后那种情况的话 那中共会想出什么策略呢 这是在后面节目说 还是可以解答呀 都采取什么策略 请您再等半小时 你就知道不会说什么 正好想说你讲的个问题 好的 下一位Maxim 您这名字有趣 还好中间没有S哈 你好小冬博士 你好你好 我喜欢跟你说话 我就是之前的阶级 你应该也很喜欢跟我对话吧 您是那位上海的吗 海军退役的那个 那位你好你好 请讲请讲 你喜欢跟我对话吗 如果我不喜欢 我无所谓啊 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特别的挑选 我们观众朋友 你我的立场完全是对立的 因为各自 嗯 没有关系 我只想问你 你对这四个事情怎么解读啊 对什么事 我说是几个事情 我看你怎么解读啊 呃我想问的是 你这个问题是跟我们上面 谈两个话题有直接关系还是 有 我提四个事情 你来好好评论和解读一下 可以吧 行 请讲 今年各大军校呃 扩招计划圆满完成 啊 各基础技术并容岗位 大学生比例已经有百分之六十八 达到百分之七十二 嗯 第一个写好 第二个 全国烟草呃税收将增加百分之十四 什么税收我 烟草 嗯 烟草就是香烟的税收是吧 嗯 嗯 明白了 渤海造船厂的消息 嗯 所有职工也要 要该收价收价 除非特殊并价 完成两班运转 第四个 嗯 唱一句 你知道他原来几班运转 什么 他原来是几班运转 嗯 原来没有 没有 你的意思是原来只是一班岛还是原来三班岛 原来是两班 原来疫情之前是一班 一班 OK 好 那请讲你第四个 北方工业和保力集团 对外 对外销售业务 嗯 要报备和严格审批 控制数量 嗯 还有一个就是 嗯 各大生产国旗厂商要增产五星红旗 嗯 以便 以 并且做好防水 防水处理 以便船舶运输转运 嗯 嗯 作为一个军人 我想说一句话 嗯 准备打他 由的下面军官 可以胡作非为的 当然我知道历史上有这样的例子 日军 日军当年就干过这个事 日本的 发动抗日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 日本的清华战争 还有日本太平洋战争 都是军人 这个在里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主动作用 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讨论 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 你讲那个信号呢 都很明确 就是中共在内部正在做准备打仗的动员和各种相应的准备 那么所谓红旗要防水准备用海船运输 那无非是暗示要插到插遍台湾吗 行 讲完了 好 那么我们下一位 迎信 请讲 哎 程先生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的问题好像已经被回答了 就是我继续想问的就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就是 像中共这几年逢赌必输 他万一这次又赌输了怎么办 这也是我刚才讲 前面一位观众问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那么我已经讲了 就是我们下一两节就准备把这个两个问题 给出一点分析来 当然我不能说是我的看法就一定是对的 好我们咱们这个继续讨论 然后看看你们自己听了以后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好吧 我们到处再进一步讨论 好的 好 下一位是 杰森黄 请讲 陈博士您好 你好 您辛苦了这么晚 没有没有 我问你一下就是说 我看最近的那个就是调查就是说 别对中共的那个印象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好像印象都很差 那么我就想问就是说 美国它是一个民意的国家 就是说我想说就是说 不管川普当选肯定是中共没有好的 如果拜登当选的话 难道就是他就会真的倾向中国 就是不管民意的想倾向中国 然后呢我还听过一个就是说法 就是说就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跟第一个问题相关联 因为就是说 因为就是说我听有一个说法 就像模仿马云说的 中国经济就说 说这个川普是40年来中共 最难对付的一个总统 但他可能是40年之后 就从这开始40年之后 最容易对付的一个总统 我觉得 中国现在这个套路 这个说法和已经有点成习惯了 什么都完了 我也是觉得挺有意思 是是是这个话挺有 挺有这个内涵的 对 因为他们已经变了 你这个问题呢 我在下一两个话题里会提到 但是呢 话题很大 就你问了个问题太大了 就是不是咱们这个短短的时间 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 所以我今天呢 其实只是在就你问的问题 我今天节目里呢 只能破题 不能完全解题了 OK 如果你想继续了解这方面情况呢 请继续观看我们节目 我在后期节目里一定会谈这些问题 但不一定 准确的就是下一回 就是还是那句说书的 且听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 好 谢谢你 那不客气 最后 我们就请Gordon Autumn 题目完了以后 我们就转入我们的内容 好吗 Gordon 请点 我呢 是这样的 就说我来 这个请 听了一些 特别这个Jacky Maxim吧 这位ID呢 大概是受了党的委托 来 我刚才说了他受贵党 贵军 这是我感觉到呢 美国现在就是占了上风了 因为本来中国用病毒战 然后用经济 比如说这种医疗设备 是可以牵制美国的 但是现在中国想起打仗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因为现在有只有一件事情 美国一定可以打败中共 那就是热战 那中国如果自己想打仗的话 那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嗯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形势 反而就变得对美国有利了 你说美国五千多枚核弹头 他真的是不敢用吗 我觉得这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 他只要有能力覆盖中国的这个国土 在中国本地去打仗 那中国不就输定了吗 本来这个战场是在美国 生物战打到了美国 对中国是有利的 如果中国一定要打热战 你说他是不是傻呀 你这没有提出问题啊 我就不回答了 你这是发表看法 行 那这个错误的话 那真的是 就这个就是天意了 就是天意 等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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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好看 好看 我们幸运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热闹的时代 但是我相信中国大部分普通民众不那么喜欢这样的时代 就刚刚过完 过上点好日子觉得快要崛起了 好日子又进一步来临了 没想到这又麻烦又来了 可能苦日子又来了 这现在吃饭 下馆子吃饭都得按人数点菜了 不许浪费 这后面的把戏会越来越多 现在银行存款也不能随便动用了 你自己的钱存在银行里想提出来 也得银行批准 银行不批准你就 那钱就不算你的 好 咱们谢谢大家 这个老傻你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等一会再谈 这个后面两个话题谈完以后 我们一起讨论好不好 拜托您的时候再举一下手 好 谢谢 我们回到这个最后两个话题 第五个话题是 中共把自己命运交给美国没人民吗 回到前面我们讲这个蓬佩奥说 中美关系不是冷战2.0版 有三种可能解释 第一种就是已经排除了 因为中共自己都承认了 因为王从王这个刚才讲的 我引用这个外宣光媒的原话 文章里说的 这篇文章讲到说 王毅的对美喊话 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时代 北京对华盛顿发出的告美国书 这句话说明北京很清楚知道自己处在 已经处在对中美冷战状态 所以所谓中美关系不是冷战2.0版 第一种可能解释说中美不是冷战 这可能性排除 因为中共自己都说是冷战 那么我上面也提到蓬佩奥说 中美关系不是冷战2.0版 逻辑上还有第二种解释 就是中美关系还可能虽然发生一系列问题 但还没有进入冷战时全面对抗状态 只要把握得大还可以恢复过去原状 那么从上面我刚才介绍的外宣官媒的说明 可以确定中共已经明白进入了中美新冷战状态 所以美国的拥抱熊猫派试图否定中美冷战状态 是看错了北京眼色了 但是中南海还是采取了拥抱熊猫派的部分建言 那就是争取让中美关系回到中美冷战之前的 对中共非常有利的状态 那么唯一的希望就是拜登上台 现在要来讲苦成待变的四个字 当然这四个字是我采用的 你别相信央视和人民日报会用这四个字 那对中共来讲太丧气了 他绝对不会这样用的 其实中共这个苦称待变这种策略 是模效仿当年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 1939年918之后日本占领整个东北 1933年4月12号 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军事整理会议 他当时说 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 就是做长期的长期不断的抵抗 若是能抵抗的三年五年 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 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 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 蒋介石当时的意图是一方面面对日本的侵略 中国只有长期抗战 别无选别他 别无他途 那么另一方面就是 国际形势可能会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 那么如果国际形势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 中国又在坚持长期抗战 那么两者结合中国有了死中求生的机会 所以当时国民政府采取是这种坚持和期待并重的外交战略 后来是当时驻美国的大使叫胡适 他以苦称待变这四个字来总结了当时国民政府 在抗战争时期基本的战略方针 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 那么1933年蒋介石做出苦称待变这样的战略决策 自然是没有其他选择情况下唯一的选择 他因为当时蒋介石并不知道在1933年 日本还没有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 他当时并不知道日本高层军政两大部门 后来居然会一步一步走到决定对美国发动攻击 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反复 就是你要研究日本的二战时 你会发现日本一开始并不想打美国 一开始是想打苏联 想从日本想获取石油就毫无疑问 两条路一个是南下获取石油 就是打这个印度尼西亚 一个是北上打苏联 那么日本在这个33年以后 两次在张古峰和这个诺蒙侃 一个在这个中朝边境 一个是在中蒙边境 两个地方等于做了两次试验 是关东军自行发动 就是说没有经过日本军部的许可 就擅自在前线对苏开战 他自己认为是突然袭击 结果呢被苏军打垮了 两次都打得很惨 所以这样的话 日本又决定说苏联不能打惹不起 所以苏联日本人最后决定是不能北上 不能打苏联 要等着德国人把苏联打垮了 他再去捞一把便宜 所以就决定倒过来 北面不打了 军力全部调出来往南打 这就爆发了珍珠港事变和太平洋战争 结果美国参战 参战以后一举扭转了二战 扭转了二战时局 所以当时蒋介石对这个国际形势 可能发生有利的转变 其实是一种多少一点盲目的期待 那么今天中共对这个 也采用苦撑待变 而且是只等三个月 这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把中共自己的命运交给美国人民来决定 因为中共这一次苦撑待变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拜登上台 那么就这点而言 中共苦撑待变似乎比蒋介石当年的苦撑待变有非常清晰的目标 那个时候蒋介石的苦撑待变呢 既不知道要撑多久 也不知道最后会等来什么样的具体结果 而中共苦撑待变三个月所期待的事 和蒋介石当年的苦撑待变 一样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寄希望于别人 那么在蒋介石而言 是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 但那形势怎么变 蒋介石完全不能操作 就是只能听其所变 而不能够另其所变 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对这国际形势发生的任何转变 基本上都没有影响力 那么现在就当时蒋介石是对这个什么力量 在什么时候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改变国际形势 是使他对中国有利 他其实不知道 那么中共现在寄希望别人 这个别人比蒋介石当时要明确得多 那就是美国人民 你们美国人民拜托 千万要把拜登送进白宫 更具体讲 中共把希望寄托在美国民主党的选民了 因为希望民主党选民把拜登送进白宫 就让中美关系一举回到温暖的春天 所以虽然对中共来讲苦成代变三个月只是一种临时的策略 但在中共执政史上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敌对国家选民身上 这是第一次 那仅就这个第一次来看 中共当前的无可奈何的处境也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跟我讲说 中共军方正在扩军备战有一系列的信号 我说那些信号其实也都在意料之中 但是我刚才讲的中共这个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民身上 也还真是无可奈何啊 你不管中共的军人如何在那里 也还切齿摸权擦掌 毕竟他们不是下令开枪的人 他们是听喝的人 违反军令也是要枪毙的啊 中共也是如此的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说 既然中共的处境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 为什么呢 中共还会把希望寄托到美国人身上 原因就是他知道或者说他发现了 如果继续保持前一阵子的高调的和美国对垒啊 结果可能反而有利于川普连选连任 那结果那就加快了中美冷战升级的速度 也就是说中共其实不希望冷战升级 他希望保持原状或者是最好美国放弃冷战 因为对中共来讲 这种冷战的快速升级对中共绝对是灾难性的 因为中共对这种无可奈何的境地啊 在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亲身经历过的 因为中国这种中共处于这种无可奈何境地 不是第一回是第二回 上一回是1969年 当时老毛挑起了珍珠岛武装冲突 苏联考虑到中共的核力量 当时在萌芽状态 如果拖下去就会蛮大不掉 对苏联更加危险 所以决定对中共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就是用战术核武器 一举消灭中共的核基地 以及指挥中心 当时老毛已经决定把党政 在1969年的时候 把中央党政机关大部分人员 以到干校劳动的名义全部彻底被禁 同时把大部分老干部 像叶剑英啊 邓小平什么成员全转移到外地 然后在全国实行备战备放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那其实当时还真是无可奈何之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中共当前的处境其被蒋介石的苦成大变还糟啊 为什么 因为此时此刻的中共毫无援手 你这个 我说错就是当时老毛和这个苏共处于一种这个对抗冷战状态 苏共准备发动核打击 那时候老毛的处境比蒋介石的抗战时的苦成大变还糟 因为当时中共毫无援手 他既然是和西方敌对 那么他就和西方没有朋友 没有挑起了对红色阵营领头羊苏联的对抗 那么东西方两大阵营 哪一个国家都不会为中国赴汤蹈火 所以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年龄人都还记得 当时老毛把对阿尔巴尼亚看得非常重 不是写出了一个什么天涯弱比铃吗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正好碰上有一个弱小的阿尔巴尼亚和莫斯科闹谋 闹翻了 正遭到莫斯科的排挤也是共产党政权 那么老毛立刻就抓住机会 全力援助阿尔巴尼亚 把一个毫无价值的小共党国家 当作精神上的救命稻草 其实那不过是哄哄国内民众的效果 当时其他两个亚洲的红色政权 北朝鲜和北约都是在中苏之间 手术两端 所以老毛不得不花大量的经济援助来收买他们 防止他们彻底倒向苏联 所以那时候的老毛和中共 确实是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严重困境 不过老毛当时不知道 就克里姆林宫已经制定了对华核战争计划 灭顶之灾随时可能发生 如果不是美国突然出手 也许老毛和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活不过1969年 那么为什么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功亏一会 苏共的倒霉就倒霉的他太注重国际承诺了 如果他对中共的核打击事先不通知美国而是突然袭击 那么老毛就死无当中之地了 但是呢 苏共当时是信守冷战美苏冷战时期 双方彼此给对方的承诺 就是说苏共要动用核武器之前必须向美国通报 让美国不要误以为苏联要打美国 所以苏共高层决定对中共动用核武器之前先向美国做此通报 这个通报让美国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这决定是拉西日的敌人一把来对付另外一个敌人 老毛当时并不知道天上降下一个救命的幸运之神 就是美国总统基辛尼克松 而基辛格给尼克松出的主意 制定了这个叫做联华制苏国际大战略 一举把老毛从灭亡的绝境中拯救出来 那这段故事呢 这段历史的故事很长 今天来不及讲 以后有机会我们结合其他话题的分析 再来讲这段美帝国主义如何挽救老毛和中共命运的史实 要用江湖的道理来讲呢 江湖上的道理来讲 有过救命之恩的中共说不应该和美国翻脸的 是美国给真救了中共的 不然就没有今天中共的今天了 但是中共就属于江湖上那种这个专门叛道的国家 叛道的帮伙就是专门想歧视灭祖的 当年他对苏联是歧视灭祖 然后现在对美国也想歧视灭祖 但是讲来讲去中共现在的手段还是希望能够 美国人民救中共一把 那么最后一个话题 美国中共的果能如愿 不管怎么样中美关系的局面 如今快速演变到眼前这一步前这一步了 中共其实也面临老毛当年那种孤立无援的困境 就这个世界之大竟然没有一个国家像当年的阿尔巴尼亚那样 站出来力挺中共 中共历史上是两次挑战核达国 第一次是苏联第二次是美国 结果都一样 每次挑战中共很快就陷入非常危险的孤立困境 说起来很讽刺是中共是只要有稍有机会 就总想在地球上夺得一席之地认为这天经地义 那么很多华人其实也这样看 包括我们刚才那位这个发出很多代表军方的这个威胁性的信息 我想他也是这么看的 但是中共每次这样做之后都会惹出大麻烦 而最后最具讽刺性的就是你每次脱困的时候 你的希望只能指望美国了 这两次不同的上次挑战核大国苏联 中共说不知道美国会救他 这一回挑战核大国美国 中共是指望民主党的选民救他 所以这两次的有个不同 上一次是中共老毛惹出灭门大祸 是美国救了老毛和中共 不过那和老中美国人民没关系 美国民众根本不知道白宫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那么这一回就不同了 这回是惹翻中共惹翻了美国 白宫现在的主人川普要坚决反击 中共没别的指望了 只能指望美国人救命了 美国人民救命了 那么至于北京对美国人民热爱拜登 这种期望会不会落空啊 那又是几天几天讲不完的 那么如果要问我 我想现在可以说一个判断 能不能证实三个月后见 咱们和中共一样等着看 我的判断是什么呢 十有八九中共对拜登的热烈期望会落空 不过今天我们没办法展开来讲吧 下面我要分析的是 中共明白不明白这个落空的可能性 假如川普再度当选中共怎么办 那时候中共就只能在冷战不断升级的轨道上 再苦撑四年 那么目前苦撑代变的这三个月里头 中共最关心的特朗大士是什么 那显然不是国内的洪灾 疫情 物价 失业 那是李克强要应付的事 习近平王沪宁现在啊 这批高层和美国人民一样 高度关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 但是呢 现在中共和美国行政当局就和这个白宫之间呢 他们的沟通已经只剩下台面上的虚余为宜了 因为白宫不再信任中共 所以中共只能从美国媒体上看报道 或者是通过它控制的华人团体 以及各类在美国的亲北京华人 来了解美国的大选动向 再就是听拥抱熊猫派的建议 可是这三个来源其实是同一种声音 亲共华人和拥抱熊猫派的看法一样 而拥抱熊猫派和民主党的看法一样 而民主党的意愿和北京又是相同的 那么有人说媒体不是可以看出来 是大选动向吗 这事现在也不对了 过去我们说美国的媒体是民主制度的第四权力 可以监督两党 可是现在美国这个所谓的主流媒体 四年前就成了民主党的喉舌了 那么现在情况就更糟了 纽约时报 华人顿邮报这两个所谓的主流媒体 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他们过去从北京拿钱的事被揭发出来了 他们现在正在极力消除痕迹 因此今后三个月内 纽约时报和华人顿邮报不会再登 中国日报给他们提供的宣传稿了 中国日报是用钱出钱让他们登的 也就是说美国的媒体所谓主流媒体也靠不住了 那么对中共来讲最客观的选情动向大概就是美国的民调报告 但是这也有问题 就民调机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民主党立场 他们经常操纵抽样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 得出有利于民主党的结论 那么再加上的是在现在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压力下 我在这个星期三 上个星期三民进编辑部节目里专门谈过这个政治正确问题 大家如果想有进一步的了解 可以去看上个星期三民进电视的民进编辑部节目 我和陈小平讨论的 这个还有我在大纪元网站上看到了一篇文章 标题叫做还原政治正确的原本面目 那么许多美国人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 现在不愿意在民调当中讲出自己不赞成民主党的看法 那么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民调在能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民意和选举动向 本身就是个极大的疑问 我现在先不谈这个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美国民调会怎么跑偏 我先举一个例子哈 有一些国际民调查机构在世界各国进行价值观调查 就是用同一组问题在不同国家 比如美国 日本 越南 中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等等 七十几个国家 我有一本这样的研究报告 那么他们在做了调查以后数据都公布出来 我发现了一下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民主国家或者是已经民主正在走民主化道路的原共产党国家 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通常多数持批评态度 就对政府的评价很低的 民主国家没有多少人说政府好话 但是在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中共产党国家 比方中国和越南 民众在民意调查中90%的人被调查的 他们都是完全支持认同当局政策 他们说出来的都是我们支持党的政策 支持党的方针 你认为这真心话是假话呢 你还得看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这种调查经常是好几个问题 这个反复从不同角度来问 这是一种调查技巧 就是一个问题你也许会答的有一点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心里不情愿的不得不那么说 那么他们会用别的问题来问 比方讲在问到你支持党和政府的政策的时候 中国和越南一样都是90%的人说我们支持 那么这个民意调查同时还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你喜不喜欢民主制度 你猜结果是什么 70%的中国人说他们喜欢民主制度 这说明什么 如果他们喜欢民主制度 他们还喜欢专制政 执政党的政策吗 当然不喜欢啊 所以这里面两个问题当中的回答 有一个假的 哪一个假的 前面一个假的 支持政府那个态度是假的 他们真心其实不支持 但是你在共产党专制之下 你不得不说你支持政府 不然你就吃不了兜的走 所以不是共产党的专制政权 让民众爱不释手啊 而是专制统治下民众不敢直接发表 对当局不表示不满的一声音 现在这同样的问题在美国出现了 华盛顿有一个智库叫做Cato Institute 他昨天发布了一个报告 说现在美国有将近百分之六十几 将近三分之二的民众不愿意和其他人 分享自己对于美国政治的真实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受到了政治正确的压力 如果他们的看法符合政治正确规定的调子 讲出来自然没有问题 那么美国的民调机构过去几年来收集的 基本上就都是这些看法 那么另一方面 如果刚才讲的美国民众当中百分之三分之二的人 如果他们心里的想法 这个和中国大陆的民众对国际民意调查机构 讲他热不热爱党和政府 那是一样的情况 如果他们心里不热爱但嘴上必须说热爱的时候 美国人做法是干脆地不愿意接受那调 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和公开工作场所 谈自己的看法 否则可能遇到麻烦 这种麻烦应该不应该当然不应该 这就是我上个星期三在民进编辑部节目里批判政治正确的原因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民调现在只是反映差不多三分之一民众 就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这部分人 他们的想法真实的说出来了 还有三分之二人不愿意说出自己想法 他们的想法和民主党的想法不一致 那么在奥巴马时代政治正确是从校园里扩散到社会上 成一种思想专制的工具 因为由一批人一拨人来规定什么是政治正确 什么是政治不正确 这实际上是美国民主党自己自行确定的东西 你想一下在从小生活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里 长大的美国人他们会喜欢这样的政治气氛吗 政治正确变成了政治压抑堵塞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那些心里憋着气的美国人他会高高兴兴的投票支持主张政治正确的政党吗 他们心里有气会爆发 在哪里爆发呢 只有爆发在选票上 所以过去五年来美国多数民调机构得出大部分结论都是 主张政治正确的总统候选人得到多数民意支持 结果上次总统大选2016年这些民调机构狠狠地把希拉里算了一把 让他欢喜落空 那么这一次谁能保证同样的这批民调机构 同样这批民调调查人员同样的民调的调子 他们不会重蹈覆辙呢 所以拜登会落在希拉里同样的结局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所以我在明镜电视那个中国研究院的节目里说过几次 我基本上不相信这批搞大选民调的民调机构的公布的调查结果 所以我们最客观的情况来讲 就对中共高层而言 他们苦撑待变三个月在等美国大选的结果 那么川普失败拜登上台对他们来讲是好事 那么反过来川普上台拜登完蛋是坏事 那么现在最客观的判断是这个好坏两种结果 现在对中共高层而言最多是一半对一半 高不好等来坏结果的可能性会接近三分之二 所以他们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可以猜想在北戴河高层集体引申的这两个星期里头 中南海的高层和中共的大佬们反复议论 他们可能多少体会到一点当蒋介石当年抗战的时候提出这个苦撑待变这个心境 这个不光是说你心里有着苦撑待变的思想准备就行了 关键是你等来的这个变到底是什么呀 你看你不知道啊这才是心里发毛的 那么面对中美关系短期内快速恶化到这一步了 中共高层会后悔吗 当年蒋介石苦成待变是因为日本抗日战争日军侵略挑起的 那么中美冷战是中共自个儿挑起的 所以对中共而言扩军备战会导致中美关系恶化 这应该不是意外这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已经多次讲过 扩军备战会导致中美关系恶化 那么也讲过中共今年上半年宣布了对美核攻击威胁的三大举措 就是中途到远期南海强占公海为战略核潜艇 准备好发射阵地 再就是完成对美太空战部署是核导弹装上精确制导的眼睛 这三大动作都是中共长期扩军备战的自然结果 中共实行了长达30年的对美扩军备战 这就必然产生对美亮剑的结局 那些在北戴河参加讨论的退休大佬当年在位的时候 都参与过扩军备战的决策 就算他不管军队 比方讲温家保重攻击 他们虽然不管军是问题 但是也更加不知道谍报战的真实情况 但是军工研发军备拨款海外谍报活动经费的数量 他们大体上是清楚的 所以在中共高层内部不存在后悔 也不存在追究诱发中美冷战的责任这种事 因为中美关系恶化 中共高层和那些退休大佬人人有份 他们现在都明白 只要川普坐在白宫 挽救中美关系继续滑坡就毫无指望 所以他们都赞成苦撑待变这种策略 但是苦撑待变三个月之后 美国人能不能如中共所愿 其实中共高层心理也毛毛的 那么如果川普得以连任 那么中共的苦撑待变就从短期策略变成中期策略了 要一直苦撑下去了 就不是苦撑三个月了 可能苦撑好几年 而且可以预见的就是 中共如果需要苦撑好几年的时候 它等不到救星也等不到盟友 更等不到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共转变的那一天 那样的话苦撑就变成了苦熬 这一期节目的前半节我们谈到说 蓬佩奥讲中美关系不是冷战2.08 究竟什么意思 从逻辑上推论的三个理解 一种是中美关系好得很 这被事是否了 第二种是中美关系还可能有望恢复原状 这是中共采取苦撑待变三个月策略的原因 能否如愿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第三种就是中美冷战与美苏冷战完全不同 对美国来说中美冷战比美苏冷战更危险 第三种问题这个理解 我们下星期 星期晚上来讨论 假如没今后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今天星期一 这个星期之内包括周末 如果不出现重大新闻 我们下星期一晚上就来讨论 蓬佩奥那个中美冷战不是冷战2.0版的真实海液 好 今天我就讲完了 稍微对不起晚了一点点 我们接下来大家都可以聚首了 已经有好几位了 第一位肖成请讲 小冬博士你好 你好 一如既往的非常的enjoy你的演讲 这一句话 我多说这个废话 多谢多谢 然后我想问你一件事 在其他的平台上 把中共现在的政策 包括内外政策 很简单总结了一个叫三软三硬 我不展开说三软三硬是什么了 您听到了没有 没有 三软三硬的这个说法 您这个说法是中共方面的呢 还是海外的人说的 海外人说中共方面的政策 这个概括为三软三硬 我没听到 因为我不太关注海外的我的同行们说什么 因为不然我会被带节奏不是吗 对对 那我大体上说一下 就是所谓软啊 就是对美的三个软 比如说外交上要软 军事上要软 还有个什么上要软 三硬呢 就是对国内民众要硬 对香港要坚持硬 对台湾要硬 大体上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后面三个是废话 他没有冷战 中共也是都是这样的 就是最近就是在好像 当然不是正轨的什么北戴河会议了 就是说好像有最近的算政策指向 在其他平台上看到就是他们得到的消息就是 对下面的指向是如此 符合您对形式的判断吗 我刚才讲他前面的三个三软 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内容 不过我的依据不是听闭角啊 我也不相信有人能听闭角 所以我从来不用 我刚才一开始说我不用道听途说的意思就是 这些话多半是那些从来没有到过中共那些 这个可以听闭角的地方去过的人自己的想象 那说的有活灵活线 仿佛说他昨天晚上就住在中央政策局会议室的桌子 桌子底下 人家开会他在那现场录音 然后出来讲的活灵活线的 有根据吗 没有 那叫编的 是这样子 你想啊 中央政策会议上能够容许一个什么外人在那 坐在那旁听吗 所以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们在现场说了什么 但是有一种方法你可以去看他们的官媒说说 靠谱的话 就你觉得他不是太胡扯的话 那就可以拿来做参考 我今天就用了官媒的一段话 来说明中共当前立场的转变 就是三软的来由 但我这跟听闭角一毛钱关系没有 好 ok ok 那既然是这样的答复 我本来底下说 那我就不说了 谢谢你 不客气 好 好 下一位 H&M请讲 H&M现在在吗 那好 我们请导播把 刘尔尔的发动打开 H&M可能不在 好 听到 好 我讲很快 一直有听你的 那我就 废话少说 就四个点对于冷战你曾经说过的 第一军事 第二是espionage military espionage economy and politics 四个要素 而且你强调是这个顺序的 是 是 是你冷战的 好 我那个时候就有疑问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进你的房间跟你聊这个 好 现在我有这个 可以进来 大家都认识我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经济跟政治 从现在来看 它实际上是同位的 基本上有交叉的 是第一个要素了 毛主席也说过 经济是政治的什么什么 好 六两管 我就觉得实际上 现在的 从军事上 你刚才一开始不开第一枪 反正军事 我觉得 美国军舰在选择拿含 这些都是像买保险一样 就是 I show my muscle but I don't really want to fight right exactly 是不是 你太好 你懂我英文就好 我在外国的 我的国语不太好 没关系 espionage就一直是有的 是不会停止 可能会加剧 可能不加剧 但是这是个普通的现象 我也可以去偷听你的手机 你陈博士的手机 如果有这个能力 那那个Angelo Merkel Angelo Merkel 也被人家听 奥巴马就很embarrassed 他就问他你 为什么听我的手机 所以这四个因素 我就会把它倒一下 现在还是注重于政治跟经济 我个人觉得是冷战 是冷战 我喜欢用2.0新版 至于你后面的解释成表这样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民调 民调你有知道 曾经做过 最近的80%的美国国民 是对中共反感的 刚刚出来的 也有一个星期了 60%的参议两党的人 当然是60% 是不稀 就是negative的对中共 这是他们讲的 但是问题是美国的总统大选的 那个选票上面 没有关于中共 这样的 对对对对 就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中 就是CCP的这个调查 这是一个问题 当你说 如果那些政治正确的 或者CNN这种 媒体左右的 这种 WASHINGTON STREET WASHINGTON STREET 你在美国吗 哪 我在无言联盟里面 OK 我是在美国 这是我感觉 对 我知道 因为你不在美国之内 所以我在美国 所以我们的感觉有点不同 一定 你还是有点局外的那种感觉 我是局外的 好 那个真正问题是 就是你刚才讲的两个问题 就是说三个 对三点我想做个回应 第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情报战 这个很常规的事情会发生 那么现在对美国来讲 情报战其实比冷战还危险 为什么 中共的情报战不光是获取 传统冷战当中的军事情报 他还要获取经济情报 要把美国的 因为经济情报准确说 就是美国的专利 美国的商业机密 他要把这个全部偷走 偷走以后等于是偷人的财产 你两个人打架 如果两个人只是站在路上 两个人拿枪拿刀对的 我还派一个人天天到你的家里 去把你家偷空 你要知道以后你会崩溃 因为你什么都不剩了 这边一个人在和你要打架 那边一个人到你们家 把你们家全部偷光 那就真完蛋 所以美国现在面临是被偷光的威胁 所以我为什么把谍报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是因为美国现在是全力负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要保护美国的国力 不被中共偷垮 所以我是能理解说不是冷战2.0 真实的含义是说中美冷战比中苏冷战难多了 难对付多了 这是一个从冷战长期演变的一种角度去看它 这样会觉得说美国也有很多难处 这不像很多人按美苏冷战的角度来想说 美苏冷战美国都赢了 中美冷战美国为什么赢不了 美国需要花很多很多力气 不是说赢不了 而是说蛮辛苦 那么也是为什么需要有一个总统能够做出比较 适当的必要的措施 而不是一个天天和中国门来远去的总统 那我刚才想你刚才提到说这个美国的那些民调机构也好 那个民主党的喉舌媒体也好 这个骗了希拉里一次以后应该就不再骗第二回 我想告诉你说你现在美国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 与此相反 你民主党现在已经开始知道说要进入最后的垂死挣扎阶段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做的很多事情是完全违背常理的 比方讲伪造选票 你在全世界没有听到过的 民主党的用非盈利机构出面 伪造选票直接寄到选区 上面比方说印出来的选票上面只有民主党候选人 没有共和党候选人 然后把这个选票寄给候选人那个选民 告诉他们说你只要签下字寄回来这选票就生效了 那人家选民说你这不是强迫我投你们票吗 他后面还有一句威胁的话 这选票上这个伪造选票上印的 说是你如果不签字我们同样认为你已经签过了 你的我们给你的选择同样生效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彻底的刑事犯罪 那么我所在的新泽西州 我们州已经发生有印刷厂和民主党的人合作 印出了今年即将要用的选票 而且在预选当中开始使用 然后发现有几千张上面没有民主党候选 共和党候选人 只有民主党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情况 和伪造选票一样这也是伪造选票 现在民主党的州长是民主党的 所以他现在正在千方百计掩护这种犯罪行为 让那个印刷厂的人出来承担责任说 我们不小心印错了 这种现象现在正在发生 现在民主党现在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说 操纵邮寄选举撕毁 特朗普的选票 然后伪造大量的支持拜登的选票 用这种办法去赢得选举 所以今年美国将面临历史上从来没有 世界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肮脏的一次选举 所以情况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好 那陈博士我的看法是因为我不是美国人 是是是 这样的作弊在里边 我知道我可以听一点点 但是对川普跟对拜登这个我是在中间的 我哪里都不靠 因为我也不喜欢 非常感谢川普的那么多政策出来 但是他的unpredictable 那个mood 讲话那种mood 还有manner 我有点感冒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另一方面 那个民主政治正确 我是非常感冒的 就是实际上讲到PC Pritical Correctness 我觉得就是一种洗脑 只是不一样的是 没错啊 中共是用暴力洗脑 那个是自然洗脑 或者是强化洗脑 就是洗脑 和一样的 所以没关系 我对左派的这种过分的意识形态强化 是我自己夜产理论的一部分 就是他把意识形态放上第一 西方今天能够成功那么强大 是产品优先 不是意识形态优先 这是就是比如说 他是过分了 他说美国再强大什么 实际上言下之意 他是把夜产带回来 带回美国 这是我支持的 但是作为 因为他有他的限制 他的教育程度 但是他智囊是 实际上有些地方是很给力的 所以我是在中间 谁赢 我又没有选举权 所以我没有 没有这个一部分 所以我最后想讲 最后一个点 就是我对我们大陆的 我们自己同胞讲的话 同胞的话 是我们大家中国人一句话 就是要记住 实际上冷战 不是冷斗 我们我是做生意人 我最害怕的是斗 我最喜欢的是斗 如果你成不是 我要跟你斗 斗到底 大家讲理由 但是我不会跟你斗 一斗 我就走了 所以斩斗这种东西 社会会好 会进步 会什么 不是斗出来的 是斗出来的 一定要斗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 好吗 讲一个斗 讲一个斗 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 你 这都是姿态 什么南太平洋 军事演习 如果是真 姿态 保险 秀 muscle 但我不会用 只有最后的阶段 所以以前这种二战 这种斗把你炸死 你竞争的时候 你去问Bill Gates 你就知道 他斗 他是把那个Nescape 是一个一个上网的 这个东西是灭掉的 他后来就是600个Million 被一就发了 Intel也是这样 他Intel可以把AMD 那个chip 那个computer 把它灭掉 不画摧毁之力 就可以灭掉 不行 这是Intel里边的人 自己跟我说的 他说 因为我是搞IT的 我们不会灭掉我的禁锁 你一定要有两到三个 甚至四到五个的竞争对手 你强 你争出来 你能生存 所以你们有商业 做过这种社会生存法 你就知道 不要去斗人家 把人家斗死 你这个说法 我稍微有点不同意见 讲 就是 你要理解老共 就是 没有 我不讲共产党 我不要理解他 他会灭的 你必须 我觉得你还是要理解一点 为什么 好 发起冷战的是他 他是疯子 他不是常人 你不能用常人的思维 去要求他说 你不应该这样 不是 我是说对我同胞讲 我不对老共讲 他没有希望 我们的同胞当中有老公 那我就 下一代 下一代 大哥 我的儿子是在这里长大的 我是天天关注这个 我说 不要把人置于尸体 要有manner manner是什么 截止 你在民主社会 是 这是正常的 应该有的思维 那同胞们 你们向往的 或者你已经在这里生活的 同胞们 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念 我们不斗 我们要争 这是我要讲的 供我没问题 你会 他 我的预测只有两三年 他只有两三年 他会改 习主席要退休 肯定的 你生活一定 我就跟 我刚才还 上一个节目 前面的我已经讲过了 我说那个四川的哥哥在 蓬佩奥 那个叫余春什么 他 他要把中国人跟中共分开 我就说 怎么可能分开 你现在要 只有要中共让步 把生活 中国生活水平 拉下来 回到 可能朝 邓小平 伯伯的 那个时代的 生活水平 下一点 朝那个目标静一静 他就会软了 生活一定要下来 否则这叫punishment 不是把它弄死 就是 生活下来了 就是 可能有人说 量票不票出来了 对 那就要改 你讲 你讲的情况 现在正在发生 对 就应该发生 那你怎么可能分开 你跟共产党 你这个话讲出来恐怕 你那些 那个你寄希望的同胞们 可能好多人不爱听 真啊 真啊 我是真 我是跟我的同胞在真啊 我不是跟他们斗啊 你要讲你也可以讲啊 这个平台应该接受他们讲话 对不对 是啊 那就没关系 我们刚才那个代表军方的威胁的声音 我们都一起讲嘛 好 谢谢你啊 这个下一位锤耳兔请讲 啊 陈默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只是给你印证一下 你刚刚讲的政治正确 啊 我们在台湾那时候 前一不是有一阵子 什么寒流现象吗 啊 那时候那真的是标准的政治正确 啊 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寒流出征 你只要讲了一句寒流 跟韩国语相悖的话 然后马上在网上会不会出征 这就是政治正确 这么也是这么严重啊 也是这样 不过去年 我向你报告一下 去年5月我在台湾啊 是 然后当时我在计程车上啊 在写明 我也到那个中南部去啊 那个和计程车司机啊 很多人一起聊天 我发现说好像讲韩国语坏话的 也蛮多哎 已经没那么大压力了 那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大 那时候已经没那么大压力了 大概可能已经去年了 去年5月份啊 大概吧 那时候他选上了 我不管 反正 反正我知道你们也有政治正确的事情 对对对 有这样 然后更有趣的是什么呢 这个政治正确也导致民心向背 然后那个主张政治正确那边就开始 像国民党或者是韩国语坛那边 就开始有一些跟民主党一样 有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出来 就会做出一些很交谋 违背常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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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说民主党 他邮寄选票 看都知道 上面只有一个民主党候选人 这这么违背常理的事情 他也做得出来 他在台湾也是 也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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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一选跳 是他们在在 提出一些主张 或者都会很奇怪 都会很奇怪 没有 我只是呼应一下 你的说 真是正确的东西 真的很夸张 谢谢 谢谢 下一位是 请讲 可以听见吗 听见 听见 我就是说 问那个 今天我还信川普 不再说 中美真要decaple 他如果说 中国不买大豆 不买粮食的话 就要decaple 他说中国很聪明 买了很多 我就是问 你认为中美的decaple 就是脱钩 是一定会发生吗 如果一定会发生的话 是yes的话 那它会 多长时间会发生 如果是no的话 那么什么是阻碍 什么会prevent 就是不让decaple发生 但我觉得民主党肯定会 民主党不会 让这个脱钩发生 或者发生得更慢 但过后上 我觉得会很快 让这个巴不得赶快 就脱钩 我的看法是脱钩已经在发生 而且还在每天的加速 因为脱钩的这个过程 不全是政府可以操作的 你比方说你要是一个企业 一个台商公司 那现在它产品往美国卖 它不脱钩行吗 不脱钩它就是订单就没有了 一加关税它就死掉了 所以去年我在5月份的台湾的时候 我在演讲中讲过这样的话 我说你们市场在哪里 眼睛看哪里好不好 就是说如果你市场是削美国的 你眼睛看大陆 你要完蛋了 你必须看美国 那么同样的 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所以说脱钩 其实我的感觉是 是个难以阻挡的过程 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很慢的过程 又不可能快 原因是脱钩不是政府做的 脱钩是企业做的 每家企业要自己去做调整 调整过程本身是痛苦的 也有很大的经济代价 很不容易 所以你不能指望说 他们一夜之间就把脱钩完成 中共现在阻止的就是脱钩 刚才我讲到官媒 中共官媒在说要防止脱钩 但是他们防不住 好 下一位 靖请讲 小农博士好 你好 我继续补充一下 就是我看到的这些 关于可变当量核弹头的这些信息 就是我发现 就是从为潘星2是中程导弹配套的 那个W85开始 就美国基本上这些核弹头的设计都是可变当量的 这个W85就比较 听起来就比那个范围就特别广 就是从5000吨到80万吨天梯当量 那么现在呢 就普遍采用的就是还都是B61 那当然带是多少是另外一件事 为什么用这种可变当量呢 就是他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他用的那个引爆的那个就是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原子弹的这个材料 就是5239 他的数量就用量装料非常少 可能低于两公斤 有人甚至说可能一公斤左右 那么这就解答了一个问题 就当时我们那位胡锡进总编 在说要造1000枚的时候 有人就提出来 你在这说的功夫 美国就可能造出几万个核弹头了 为什么 就是美国的5239库存就是30多吨 因为一开始我算30多吨怎么算 因为7公斤是那个临界质量 但什么也算不出来 后来一查了这个以后 我发现哇那就 他们那个就不是 人家不是吹牛了 也就是说我觉得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非常低 因为这非常 请再重复一下 战争还是非常什么 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非常低 因为美国的这个核武器的核优势太大了 一下子它可以一万到两万枚核弹头出来 你怎么去跟它打 我就说这些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信息可以供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参考 下一位是徐段 那个陈文博士有个经济问题 就是中美就是中国曾经所有就是包括那些海外查找 美国会不会中美人会不会中共就开始那个违反规定 比如说强行查找瑞士银行中那些华裔的存款之类的 或者即使把这些查出来 中共的所有底牌全加上 它能有多少外汇啊 可以就用来去买东西来的 包括是国内或者是国外的 你这个问题是有点交叉啊 这个怎么说就是有点稍微点乱 这个你说中共到瑞士银行查谁的外汇呢 查华裔的就是所谓贪官你跑的那些人 他们所谓贪官那些的 你知道那贪官都什么人吗 那都在都在百代河在那度假呢 那那那那 他会让查吗 你比方曾庆红可能在那有钱 江泽民家也有大量的钱 然后你说他们在北戴河讨论 让习近平派人去把我们家在那里 有多少钱给查出来 他们会做这样决定吗 不会啊 所以实际上在瑞士有钱的人 就是决定查不查账的人 所以你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不会查 现在问题不是中共查不查 是瑞士要公布 瑞士已经打了招呼了 他们正在研究如何公布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也是个问题 但是我估计就算他公布了 冻结了 这个钱恐怕也没 瑞士也不会没收 就是那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能够有底牌 所有底牌全加上 就他可能的底牌加上能够多少 大概是个什么数量级的外汇 就都明显地维持下去 我想我刚才说你这个问题有点乱的原因 就是说你讲的这个在中共高层 在瑞士长的私人钱财 不是外汇储备 跟外汇储备一年一点关系都没有 外汇储备是在中共政府手里的钱 这些钱在瑞士 就是从中共手里 手指缝里头溜出去的钱 他到瑞士去的目的就让中共政府抓不住他 所以这个钱如果已经抓住了 那就已经在外汇储备里了 但是他已经不在瑞士银行了 我这样讲你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的意思 就是说他所有的能用的钱 他现在的外汇储备的钱 现在这个这两天国内 还有人在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我在其他节目里也谈过 中共现在的做法是这样 你从表面上看他外汇储备的数字 最近这两三个月 每个月微微有点增长 但实际上全是借债来的 借了外汇 然后去买美国的国债 保住这个外汇储备的总数 用这个办法来维持人民币的形象 免得说国际社会觉得人民币要垮 外汇储备不够了 那个时候那中共就真的要出现金融危机了 但是中共现在实际上 外汇储备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紧 所以我以前在节目里跟别的观众谈过 就是说很多人现在还在想着 我们家孩子现在念小学或者初中 将来一定要让他出国留学 对不住了 您可能没有那可能性 等到你孩子长大能够出国留学的时候 政府已经不让你兑换外汇 你拿人民币你哪也留不了学了 甚至出国旅游恐怕也会冻结或者取消 因为要用外汇 那这就当假设人民币不存在了 他能拿着经济底牌能多少 就外汇什么黄金全算上 贵金属全算上 现在官方公布的外汇储备是三万亿 多一点点三万一千亿左右 但是这个数字 我举个形象的比喻 它是个流水 就像是水池子 每一秒钟都在变 我知道您说过那些内容 我意思是他就所有的经济底牌能多少 大概是什么数量级 能不能有过六亿或者是五亿多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也就这三万亿 三万亿如果说外商不再来 就是中共要想外国借钱 外商不买中国的国债 那第二天 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大幅度下跌 那么如果在中共要下打仗或者干什么 或者制造军事冲突 外资撤资 那外汇储备就会撤空 就中国将会没有钱进口大豆 进口饲料 也没有钱进口那些这个中共需要的芯片 那么华为也好 这个甚至是连你到医院去做CT 你所需要的那个CT设备恐怕也不停止运转了 你没有钱没有外汇什么都管不赚 那个情况会比现在严重多 说起来就是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 但是不等于这个情况不会发生 而且发生可能性是从长期来讲是必然的 所以我从这点出发 我不认为我们今天一开始有位听众提的问题 说军方在做各种打仗的准备 准备打仗 这个信号发出来似乎大家都得怕 我的意思是很可能 等他准备打仗准备动员做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已经打不成仗 就是他的经济已经撑不住了 打仗是花钱的事 好 谢谢你啊 下一位是植羹鸟 请讲 植羹鸟在线上吗 植羹鸟你在线上吗 在 我在 我在 好 不好意思 刚才放在兜里 就说那个 说那个 哎呀 等了久了就忘了多少 没关系没关系 没想到什么说什么吧 说那个 就说那个左派 就是 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任何学校 那个教授啊 我觉得他们特别现在比如就算是明镜啊 我就不说谁什么什么教授啊什么的 只要在学校就是还在任职的 我觉得他们都无法就是对那个这个 能够说出对右派有任何支持的话 都只能够是左派 只要现任的 就是除了陈博士你这种大概是退休了吧 或者什么的 或早就退休了 才敢说就是有 就是像右派的 就是右派的言论 就是任何的那个 现在美国就是这样 就任何的 所以那些什么教授 你讲的这个情况 我都一点都不切一听 因为都不用他说 我就知道他什么的说法 在任的 甚至做医生啊什么的 都很多都可能 对 只要他在任的 他随时就一种 就是文革那样子 只要你现在还有工作 或者还要买谁的账 你基本就不敢说话 就是这种感觉 对 这个和中国大陆是一样模一样的 你在中国大陆 你现在谁在单位里敢当面 喊一声打倒习近平 那中央党校那个退休教授蔡霞 不是最近刚被开除党籍 然后取消退休待遇吗 人在美国照样取消 所以这就是美国中赤话 嗯 对对对 谢谢 谢谢 下一位 Gordon 又到我了 对 请讲 现在呢 因为离大选还有一段时间 就是说一直都是向着左派 从16年开始一直向着左派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现在有些 矿图实际上 他也有办法的 什么 对不起你讲话 我有没有完全听 所以有些迹象嘛 就是说Anecdoto 这种各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朋友们传给我的一些信息 那我觉得呢 实际上 特朗普还是有一些翻盘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这个算盘呢 可能打的也是 太如意了哈 对 而且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中美之间的脱钩问题呢 我觉得您对中国的经济就是比较悲观 相反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是可能是个主要大经济里面最好的一个 但是我现在还看不出中国有能进行内循环的这种 就是说这种这种前途 因为我们看到工业产能确实恢复了 但是消费一直都是不行 我今天刚看到一个数据 正好回答你说的问题 就能不能内循环 这数据是说中国将近10亿人 人均月收入是2000人民币 反正 你指望这样一个消费水平收入水平 因为这2000人民币不是都用来吃饭购物啊 是包括假如你有房子了 那么水电费通讯费交通费都扣除以后 一个月可能也就是千百块钱吃饭钱 他我不知道反正中国的消费是不怎么好 可能也跟他没有做 我想说的不是 我觉得是说不怎么好就很委婉 实际上是非常糟 有很多家庭 入价稍微再涨一点 比方讲猪肉现在涨到了差不多是50块钱一公斤 25块钱一斤 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月收入1000块钱 也就是买几十斤肉而已 反正就是但是我现在看到一个就是对美国比较有利 一个就是说川普可能翻盘 而且川普对中共的 我觉得你也许不要用翻这个词 翻盘的意思是似乎他早就 要输定了以后才有个翻的问题 我呢在节目里我不想这么说 因为不想给人一个陷入为主的看法 如果是咱们现在这样聊天 我觉得我的看法是他从来就没输 我个人认为吧 川普这个疫情他确实做的不好 他在这个疫情上的表现他不配做美国人的总统 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计较太多了 因为川普呢我觉得他得到了很多非常有利的帮助 因为他这几次对待中国下的几个行政令 实际上就是朝朝见邪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adequate 就是非常合适 你就这么去慢慢的做 他会把中国清出去 那这个就是这个市场不再对中国开放 而且中国最强大的就是他的数码经济 因为他人多嘛 他这个软件做软件的人多 你把这个清除出去 那中国就很难就是说dominate这个世界经济 不给他这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招 另外我认为现在因为疫情不能就是说 各地就是此起彼伏 所以这个脱钩呢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他都要发生 因为你看现在25万美国当年撤回来 从武汉撤回来的美国商业人员 根本就回不去中国 对不对 这个而且中国也看不出任何可见的未来 他们能回去中国 那你不脱钩你能怎么 你还想怎么样呢 你只能脱钩了 这个事情连法南说Times这种 历来就是标榜自己比较中立的这样的报纸 他历来实际上是比较轻中的 对啊 但是他昨天他就写了 他说脱钩刚刚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呢 从长远看 他是帮了川普 帮了这个de-globalization的一个忙 就是说中国现在他想独立这个经济 其实你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他去掉美国的这个顺差 他基本打 也就是说他唯一的一个客户就是美国 嗯 去年还有一个经济数据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美国跟中国开始打贸易战的时候 中国想方设法就是托势嘛 他就是就是调整经济 但是德国的那个工业产能一下子掉了8% 也就是说德国他对中国的出口顺差 其实也是被美国做供应的 嗯 那美国这个市场不存在了 我觉得中国还是有一些哈尔滩的 还是比较艰难的 不是不是像中国人吹的好像他他现在就怎么样 他还是有点困难的 不是有一点困难 是很大的困难 而且我觉得中国的产能 包括他的蕊单的 都是为了全球争霸 全球称霸来建设的 如果没有全球称霸这个大背景 这些东西 是不是就是一种浪费 反而就是从你还要去维修啊 这个那个的 反而就是对他反而不好 所以中国现在是死也不离婚 怎么都要抓住美国 我问题是两人都把 你见过不离婚的两个人手里拿着刀 抵着对方脖子不离婚的吗 现实就是说你想 就已经是刀都在手里架着了 这想结婚 嘴上说嘴上说我们不离婚 离婚的话一个人想离婚就离城了 如果美国我就希望川普总统不要嘴软 他现在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常识的人 你别说他我当时在美国 我说我支持川普大家都说你就是跟那些没有文化的人站在一起 我说你们说对了我就没有文化 但是我这话是胡说八道 川普就是这种 上一次选举支持川普的人 没文化的人 比例少于支持希拉里的 他们就是用这种羞耻心来驾驭我的 想让我去去支持民主党 这批人是在用谎言在驾驭人 但是我有常识 我觉得川普很聪明 他能够这个转弯转的这么快 他以前是个地产商啊 实际对中国不见得有啥了解 但是他能转弯转的这么快 但是这70多岁 我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还是支持川普 我觉得这个 而且我还认为他还是有一点 还是有勇的可能性 有勇的可能性 因为我从各地的朋友给我送来的信息嘛 支持川普的活动此起彼伏 我怎么没看见有人支持拜登呢 没错你讲的这点非常重要 到现在为止啊 美国好多州已经发生了这个 这个支持川普的大游行活动 对啊但是在哪呢 到现在我没看到过支持 我们只看到支持拜登的打砸抢 就是啊 你没见过哪个地方有支持拜登大游行 对啊 然后而且现在就是说 对藤校大伙这种高高在上的 intellectual snobs大伙也不屑一顾 你这个CDC 这么多年接受我们美国人民的供奉 这需要你的时候你干了啥了 什么都没有干 还不如中国人做的好呢 所以你说什么专家学者夫妻老爹 我看歇菜吧 大伙他们已经失去大伙的尊重了 好像是这次有这个问题出来了 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对美国又有了信心 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 这种沉默的大多数在需要的时候 他们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 就不过就是一个人的生存本能而已 但他哪党哪派没有任何关系 好谢谢啊 这个下一位是郡和国请讲 邵老师听见了 邵老师你好 我想问 我想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 邵老师对于越南的民主化有没有 怎样的预测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不是好多工厂就往 好多外国企业就是从中国撤退 往东南亚本 其中好多就是在越南 对对对 然后就是说同为共产党国家的越南 就是说好像现在在走中国的走路 但是他们的民主化 可能要比中国现在要做得好 就我想问一下就是邵老师 就是说对于 越南这种民主化将来的这种 民主化的转型 是不是就是说当时就是说以前 就说常常人就是说那种共产党国家的 这种转型 是不是怎么说的 是不是很符合你说那种同为 就共产党国家 我的按照我的那个分析框架来看越南呢 我觉得越南搞不好它的政治转型 很可能不会比俄罗斯好太多 你把中国的排除掉 因为中国根本拒绝转型 所以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只能和俄罗斯比 或者和其他国家比 但是越南比不了捷克波兰匈牙利 因为最近我也在看东欧史 东欧各国史 真的我发现特别是像波兰 捷克匈牙利 他们就是真的很就是 对他们来讲爱国就是反共 因为那个共产党是 是莫斯科用坦克送来的 然后代表莫斯科的利益 是把他们的国毁了的那些那股政治势力 所以对他们来讲非常清楚 所以爱国主义在波兰就是反对共产党 这是等号 捷克也一样 这样的国家转型才能成功 越南很不幸 人家还是武装革命 老毛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 虽然和中共翻脸了 那就和老毛与苏联翻脸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有改革 但是我不是对他很寄非常高的期望 虽然经济上讲越南今后的情况 可能会越来越好 但是他现在基础条件还是很差 就他有点相当于90年代初 中国那个状况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 请讲 就是就关于学术方面 就是说现在那种 现在就是在海外这种中国研究 比如说有些特别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外国人 和就是说从中国出去以后的这些中国人研究者 就他们之间对于在就关于中国政治方面有怎样的区别 对外国人和中国人啊 我觉得差别不太大 就是基本上在美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华人多数 以前都是拥抱熊猫派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真正站出来和拥抱熊猫派划清界线的人很少 多数人是出于一种这个比较怎么说现实的想法 就是现在这个大势所趋这会儿你站出来挺中共 搞不好是挨骂 然后这个倒不是挨他同行的骂 而是挨这个美国政府方面的压力 所以预期这样就乖一点就跟在共产党那一样嘛 共产党是在哪个中国人不晓得乖啊 所以我不是很看重这波人对中国的研究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是故意装糊涂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下一位小小 请讲 陈博士你好 又是我 请讲 有三点哈 第一个就是那个政治正确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州也是很严重的 您认识什么州 民主党州那个麻省 麻省 对 从那个欧巴马第一次就是竞选的时候 他胜选以后 然后我跟我的那个primary doctor 我们刚好就是有一个visit 然后一说起来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偷偷的那种很沮丧 就是这样的 就不敢大声说的 然后他们那个赢了大选的人呢 还真是兴高采烈的啊 就算了 那愿赌服输咱们也不说 后来到那个川普圣选以后 有一次我在那个那个commuter wheel上面 刚好看到有一个一个白人男子 大概30到40岁左右吧 他拿个报纸 因为当时肯定头版头条嘛 然后我就我就抖着胆 我说 我说 你开心吗 这样 you happy 他是 他就 yes 我们居然是要偷偷摸摸的那种高兴 哇 我就觉得好压抑啊 而且呢 现在他民主党越来越发展到什么地步呢 我都觉得有点像咱们经常说那种暴民政治啊 现在有点像了 不是有点像就是啊 你对你一说不支持民主党 哇 他全部人都来那个 如果你是在共和党的地方的话 你要是不支持共和党 他大不了就是OK 这样怂怂肩 这是your choice 因为共和党没有那个思想专制的倾向 民主党是明确有的 没有 你在 参加共产党做法一路的 那都是马克思主义 没有那个呼吸的空气了 已经都觉得 好 第二点 我给你再给你这个话 我补充一点 您说您说 今天我刚看到的消息是 拜登的一个顾问 公开说了 他说我是毛主席的 我是毛主席的追随者 天哪 现在我们再有毛主 如果拜登同志上台 我们就是有毛主席领导了 又回来了 你别说 几年前 因为我一直在看你的节目 你在那个VOA上面 每个星期五做那个交流对话 对 然后经常会说到就是他们盗窃这个什么 把那个几千万的那个联邦雇员的资料 一会儿又通缉这些建那些什么部队的人 一会儿又反正人权状况 然后又对美国这个渗透 当时我就跟我那个同事说 我说我们是不是接下来要移民到火星了 我说这里可能就不能呆了 我就我就我就这么说的 嗯 OK 然后呢现在就是说 有一个我真的特别想憋的憋的很 我就想问问你 就是说我的这个想法你觉得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川普呢就是说 他就是个商人 他就是个地产商 然后他也不懂 他就是想做生意 你看现在现在慢慢他懂了 还好像还好 其实我不这么看 因为什么呢 我我我看过他当时年轻三十多岁 那个在在纽约啊 就已经地产上已经很很成功的时候 有那个那个记者叫巴伯尔采访过他的那些视频 我当我现在看回去那个我就觉得 哇原来这个Donald Trump原来那么有志向 那么有理想的一个人 他现在他砍出那个口号 说竞选的那个口号绝不是一个空话 他是有报复的 而且呢他一他们说 啊一开始不就想跟中国签那个贸易协定吗 其实我就在想 他其实就是他一上台 他其实有一大堆的计划要做 但是首先他要让中国政府 把那个几千亿的那个贸易顺差 吐回出来 嗯 现在这个上面像就像那个开大餐 这个是投胎 这是开胃菜 这是appetizer 然后呢吐出来以后 慢慢我再来一步一步的 因为想找他的理由太多了 因为你涉及你你危害美国安全 这个已经是很足够的理由了 一步一步推行 对吧 这个才能实现他那个逐步伟大 而且他们还有说 他那个他现在就是对中国政府那么那么强行 就是为了竞选 哎等他连任以后 那是中共的说法 No 因为现在的强硬 我觉得他绝对是因为这个疫情打乱了他之前的那个那个计划 只是哦好像如果谈到那个好像将就吧先那个吧 一旦他连任他所有的炮火所有的计划 就要在第二任连任的时候大展拳脚 所以他现在一定要连任就是因为他要实现他的这些计划 这个是我对他的一个理解 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 我同意 谢谢你 不客气我想给你一个小小建议 就不光是要投票 而且要监票 要监视你们那个州的 要组织人去监视你们那个州的选票的这个流通过程 就甭管是邮寄的还是当场填的 包括你如果是电子投票机也得有人监督 民主党现在会玩各种非常危险的做法 好谢谢你 下一位 我们是不是就以李林思维为最后一位好吗 这个现在已经12点半了 我们的导播工作了很久了 今天他不光是做这个节目还要做别的节目 所以我希望说他能够早点休息 李奥请你讲 我们后面几位每一位的放映时间限制在一分钟之内好吗 好可以 好我可以听到 谢谢就是脱钩 就讲一个我现在好几个 越南我也可以讲 但是越南可能是一个信息问题 脱钩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话是 不要以为是脱钩了 可能脱而有勾 还是勾在那里 对对对 你这个表述可能相当准确 而且我用了因为 我上次已经用过量子力学的讲法就是纠缠 纠缠的话我们英文叫不纠缠 不纠缠是disentanglement 就是把它揪在一起的时候把它理顺了 实际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 就是你没有我我里边也没有你 但是我们是把我里边的你和你里边的我放到中间去 嗯 贸易一定要做的 市场一定要做的 习近平也没那么傻 不就是demarketing 不可能 不要market 不可能 那他也活不下去 老毛当年也活不下去 所以不要以为就是decouple disengagement distancing可以 我跟你保持距离了 比以前距离小一点 所以这概念上一定要搞清楚 第二个 越南的话 越南的话 越南是在CPTTP 这是我觉得川普没有做好的一件 上台就把TPP奥巴马的把它撤掉 TPP里边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要reduce你的SOE 国企分量 所以台湾 越南 越南不台湾 越南9月份会有普选 一人一票的普选 第一次 选党共的员 所以你们看着他 但是他的加入了CTTP以后 他是有义务要逐步减少他的国企的 嗯 就这些 好 谢谢 我们下一位是HM 请讲 HM你还在吗 喂 听到吧 听到听到请讲 那个我就是说 如果他因为我刚看新闻说 拜登要当选之后 要可能就是要帮助说 印度解决边界问题 如果说侥幸就是拜登当上了 然后发现结果普共发现 也拜登可能比特朗普手害害 那你这种情况下 那所谓的 嗯 声音断掉了哈 啊 HM你的声音我们听不见 那怎么办呢 刚才你的话中间中断了 我根据我听到的那点有限的话 因为中间那几句我没听到 我觉得川普恐怕不会比 而不这个拜登对中共会比较软化 这里面不光是说意识形态上 民主党其实和共产党有很近的地方 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勾肩搭背 原因是他们作为民主党 又喜欢马克思主义 喜欢老毛 所以他们必须要批判中共 特别是人权问题 因为那个是他们不是民主党真的 这个在替中国民众考虑人权问题 而是说他们要借那个批评 把自己洗白了 表明他不是和中共一伙的 然后骨子里他是有那个 意识形态上的相近之处 那么这样的话 所以拜登就算他有那百分之多少的机会 我个人是不认为他有这可能性 所以我不太去多分析 假如拜登上台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假设就怎么 暂时搁在哪吧 还剩两位李林思维和银杏 那么除了银杏以外 是不是请其他朋友们就不要举手了 因为现在已经12点35点了 李林思维请讲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小龙博士问个好 这样点你的课还是讲得挺好的 时间比较短 我就简要的讲讲 就是说的话 我自己有60多个视频 是鬼乐旁的乌合之众 解释的背后是群体心理哲学和操纵术的 那么另外还有20个视频是讲的杜兰特的这个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哲学的故事里面就是揭露揭示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这个另外一个叫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两者构成了这北年这个人类文明这个哲学的大陷阱 左派就是围绕着以他们的方法术为核心 营造了一个百年的大陷阱 所以讲人类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觉得我已经非常清楚的解释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现在好像成为国家寡人 没办法 宗教界的话呢 他们又有他们的教义那种非常狭隘的 各自哲学家们都有自己的路径 那么的话呢 我倒是这样讲 如果不能从这个角度识破这个问题 断结左派的眼镜路径 他的这个虚幻的政治正确这个洞穴效应 就永远无法解除 OK 所以讲的话呢 我建议这个小龙博士如果有空抽闲 抽空的时候可以看看就是在这个里头 好吧 我就简单讲这个问题 谢谢啊 谢谢 好 谢谢 最后一位迎信 请讲 程先生 您好 是啊 就是您说驱动在美国的左派 他们这种疯狂的追求马克思主义 他们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 是他们年少年轻时代的憧憬吗 他们究竟知不知道他们想要塑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但是他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 他们可能更在乎权力吧 他们知道空洞而这个华丽的口号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所以他们会选择这样的口号 当然 我觉得有一个说法呢 也许是没有办法经过 这个 也没有经过社会调查的 但是我觉得 好像 好像 吃公家饭的人 就是吃政府的 就纳税人养活的人当中 容易左倾的多 嗯 这个可以理解了 可以啊 因为左倾的话 那你像民主党上台的话 他肯定倡导高福利的吗 不是 不光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吃政府饭的话 你左一点 对这个饱饭碗似乎是有好处的 是 我讲的是在美国 不是在其他国家 我知道 我知道 嗯 我觉得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工作 所以我有时候 我看到有一些 就是这种大一大二 甚至就是非常年轻的 这种本科生 嗯 当然我年龄也没有多大 但是我就感觉 真的是 我觉得感觉 狂热是吧 我不知道我心情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受 我就觉得你们 非常的可怜 很无知 是 你们狂热追求的东西 他永远都不可能给你们 你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但是因为这个责任 在他们的老师 老师教给他们的 不但是垃圾 而且是毒药 那这个老师 我就觉得 那这个老师 那么在学术圈里 难道你也有权利欲吗 有啊 学术圈从来是个权利欲 占上风的地方 对 学术圈的权利 你不要以为教师们 当了教授了就很高尚啊 教授中间孤星斗角 互相争夺 争争踩 打几排几 那都是常事儿 当教授的 当间谍的也有 拍马屁的也有 什么样的 就是人生百态 你别把知识分子 按中国传统文化那个 去理解 反正知识分子 似乎就高尚一点 没那回事 从人格上讲 他们普通人一样 难道说 那您的意思是说 难道说美国 他整个教育阶层 都在有意识的欺骗 下一代吗 他们有没有 我觉得 那是 你如果不信他们那套东西 你会觉得他的欺骗 但是他们自己觉得 他们是在实现他们伟大的理想 但是一个人是怎么做到 把明白的证据和你心中的偏见 这个你就可以面对着证据和现实 视而不见了 你这个问题太深了 你知道深在哪里吗 深在哪里 也想研究 或者说想追这个追索 就是马克思主义 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魔力 几百年死不掉 我不明白 对 我现在也没有完全想明白 为什么他死不掉 他就是死不掉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 是不是上帝安排这个魔鬼在我们这 从我的角度上 我赞同您的话 不然的话你怎么能理解 就是所有共产党政权都失败了 他居然在美国冒出来了 我认为的话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没有多么深刻 我认为他是不是抓住了人内心 某种本质上最软弱的东西 就像您说的 或者说是最人类 就是人类的思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对知识分子的诱惑是虚荣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虚荣性 我还是不明白 知识分子追求高尚啊 他觉得他已经掌握了文化 掌握了知识 在学术界已经有一定地位了 现在他追求 你要他再追求金钱 他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然后他要追求高尚 高尚是什么呢 什么是高尚 什么高大 高尚就是高大这个 讲起来非常华丽的漂亮的 就是很远大的 什么社会主义啊 共产主义啊 人类大同啊 那就是 那就是美国政治正确这一套了 对啊 听上去都很漂亮嘛 对 但是那玩意就是毒药 好的 明白了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我们还有一位郭老汉 您要不然就最后一位好吧 我们 您再 抓紧时间说一下 好吗 谢谢 你好 你好你好 听见了吗 听见 小冬同志 你好 我经常看你们节目啊 谢谢 我先给你提个意见 听吗 听听 没问题 你生气不生气先说 不生气不生气 不生气 我觉得你啊 书生气太重 可能 这个书生气太重 这个但我对你的观点非常人懂 我不是我不懂社会科学 咱们说点那个吧 说说书生气吧 不说了 这个反正 我是个搞化学的 我不太懂社会 但是呢 我看你这个题目是这个中美苏什么三国是吧 这个我就想谈谈啊 我觉得这个美国啊 现在 他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跟中国好 跟美跟苏联也跟俄国也好 是他自己的问题太严重 嗯 特别是这个民主党 这个自从奥巴马 应该说的更具体就是奥巴马上台以后 美国社会堕落的一个标志吧 嗯 什么 什么那个厕所 嗯 什么男厕所 你厕所 又加一个什么中性厕所啊 什么 什么黑人 纽约 纽约市曾经规定要二十多种 这个 适应二十多种性质 这个极左呀 嗯 非常厉害 这个现在他这个有点这个 要说的文化大革命吧 我觉得也不也不过分 他现在这一套东西呢 关键是迷惑了太多的人 嗯 像我们这个岁数大的 经历过文革 那个狂热劲啊 嗯 我觉得现在挺厉害 特别在美国这个年轻人当中 嗯 像我那个小孩 他们那个 在硅谷的那些公司 嗯 我就老说他 我说你们为什么支持民主党 这些王不但 又争你税 又干什么 你平时自己还是省吃俭用 你为什么要支持他呢 但是这个 他说我愚昧落后 那说 他说是我这个 老落后 但是我觉得美国如果 他不管是跟俄国也好 跟人也好 他要不经过一场 战斗的洗礼 嗯 这个美国人民是不会醒悟的 尤其是两个海岸 嗯 弄了一大堆的他妈的乱七八糟的 那 那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了哈 好 那谢谢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晚上很晚了 刚才最后一位观众呢 因为讲话说这个口语话太多了一点呢 不小心就冒了一些个词出来 这个词呢 这个网站不会接受 所以我们就讨论就顺便 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花这么多时间来看这个节目 呃 我们下个星期一晚上再见 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喜欢我们这些栏目 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呢大家更多的交流 好 再次感谢我们的导播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下一星期一晚上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